第1288章 神竺迟悟道 十号沉浸在奇异的玄境中 思绪澎湃 关注自己体内的那个轮盘 生于死间的徘徊 压榨出他最深层次的潜能 瞬间顿悟 他徜徉在一片崭新的天地中 神游太虚 体悟无穷傲益 一时间他实话了 在那里思寸 琢磨 但是 他的脚步没有停 临近了洁白的辟邪神竺 闻到了富裕芬芳的香气 沁人心脾 己欲要沉醉 此时 他在压制唯一洞天 重新归于腹部 在那里化成神盘 闪动生于死的奥义 生死轮盘 化为璀璨太阳 内联体内 是洞天收缩的体现 咔 不远处 那摔倒在地上 满身都是裂痕的人形黑暗仙精占起 那些伤口在玉河 乌光闪耀 妖艺而强大 他的目光冷冽 没有一点人类的感情 第一次被中创 还不算是彻底失败 他再次逼迫而来 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若是被打扰 十号的感悟可能会中断 冰冷的黑暗仙精傀儡 是无情的产物 忠实的守护辟邪神竹 无喜怒哀乐 直直走来 杀气滚滚 咚 他再次出手了 一只乌黑的拳头 带着抑郁的力量 施展爵士神通 轰杀向十号 残酷而可迁 十号心有所感 浑身古文交织 特别是腹部那的璀璨的神盘 更是照耀出成千上万道光华 他并未退出这种状态 依旧沉浸在当中 一种本能在趋势 如同刚才那般 极致压缩 让唯一动天化小 而后更为灿烂 随后 那轮盘来了一次生死大爆发 且十号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 整个人跟住冲了过去 轰的一声 全部打在人形黑暗仙精上 让他横飞 这是沙纳的顿悟 开启人体宝藏 倾泻出无穷力量 极致可怕 如果将本能掌控 随时开启 将会无比恐怖 而他若是因此开启出一条 与众不同的路 就更加不可想象了 适合自己的路 才是最强的大道 黑暗仙精人摔出去 又是裂痕密布 这次他并没有再来攻发 他身体上光泽闪烁 而后从这里消失 十号苦思 沉浸在这种境地中 一直没有彻底回过神来 他不断地思索 捕捉那玄妙的道路轨迹 就在刚才 他体会到了全新的路 无尽的光明 让他心中充满了希望 这很诡异 前一刻还在生死大战 跟仙精人血拼 几乎就要死了 而此时 他却开始觉悟 在那里如蹄湖灌顶般 陷入莫名的意境中 开始有了大彻大悟的体验 在悟到 天地之差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 生与死间的徘徊 极致的对立 刚才两种傲义在纠缠 在演画 在十号体内成形 转动开来 化作生死轮盘 他再次压缩唯一动天 达到极致 笼罩在体外的动天化小 没入腹中 而后渐渐成为一点 一粒种子 犹弱金色的仙丹 在那里照耀出阵阵功辉 各种古文 还有宝树的规则 被他转刻在上 没入那里 金色的仙丹上 照亮他的体内世界 腹部辖光万缕 只是 也有萌萌死气 包裹住仙丹 在其周围徜徉 具体而微的体内世界 有神圣祥和之胆 也有寂灭契机 十号想要化解掉那死气 斩掉不祥 只留下神圣 可是 他却感觉到 玄奥之意逐渐朦胧 不再深邃 有些肤浅了 他无意识的自语 想要强行斩掉死气 却不是什么好事吗 光明 祥和 灿烂 神圣 这不是应有的体现吗 十号止住了 不再强行斩死气 依旧让他们徜徉 弥漫 包裹住那里璀璨 和仙丹 顺其自然 这天地间 有生就有死 有黑就有白 有阴就有阳 总是对立 哪有什么纯粹与绝对 十号在出神中 在迷惘中 有了这种体会 不再强求 大宇宙如此 有阴阳对立 人体自然也是如此 此时 他看到肉身 就是一片天地 可称为人体宇宙 等待开启肉身神藏 沙纳的醒悟 十号任死气流淌 环绕那里金色的极点 那是唯一洞天压制而成 如同一颗金色丹药 轰 死气侵入进去了 没进唯一金丹 跟他冲撞 噗 十号咳了一口血 身体矩震 腹部差点炸开 只有那么半步距离 他就会解体了 险些身死倒消 身体剧烈抖动 腹部出现许多裂痕 鲜血淋淋 他受了重疮 十号被惊醒了 自己居然险些死亡 睁开眼睛的沙纳 他发现已经走进了池中 洁白的枝叶 芬芳浓郁 一道又一道锐霞 冲进他的体魄中 在其腹部 那些伤口快速愈合 被这灿烂的神眼滋养好了 而且 他体内的所有碎骨块 都律动了起来 发出铿腔之音 如一首战歌 响震此地 很明显 进入光滑璀璨的神池 他的身体 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 在向好的方面急速发展 这是一种体质的进化 但十号却顾不上这些 这本是意义深远的蜕变 值得回味 怨沉静当中 但他却在让自己忘记这一切 任体质进化 骨骼被锤炼 不得不说 那种感悟太深刻了 十号抓住了 回思一变 尝试压缩洞天 又有了那种感觉 极致的压缩 洞天成为极点 而后又让它爆发 产生了生死二气 不斩掉死气 他如同梦一般 反复尝试 不断压缩与释放 他明白 有阴有阳才对 让死气纠缠这一粒极点 环绕它而行 就像是行星围绕着太阳 越转越快 而后恐怖之力滔天 充满他的体内 可是 他又一次遭受重创 那旋转的死气 跟极点威力很强 但是却要将他的腹部撕碎了 内在死气跟极点平衡了 但是相对肉身来说 却不平和 绕着极点旋转的死气 像是刀子一般 斩其肉身 重创腹部 幸好 他在辟邪神竹下 泡在珍贵的枝叶中 不然的话威易 阴阳要平衡 体内世界要平和 十号自语 他将死气压制 镇压在腹部深处 而后释放那颗仙丹 让他释放生气 以它为主导 封印死气 他反复尝试 极点不断爆开 阴阳二气弥漫 生与死的力量纠缠在一起 十号很冷静 也很沉默 如同没有感情的话时 一语不发 静静地观看着体内世界的变化 此时他十分严肃 更像是无情的 审视自身 他忘了时间 体会不到光阴的流转 他丢掉了岁月 远离了时光 时间彷復凝滞了 又像是过了千百年 对他来说 没有意义 因为他已经神游在体内世界 他是平静地 没有情绪波动 无喜无忧 观察腹部的各种变化 最后 那里安静了 阴阳二气流转 生与死平衡 化成阴阳图 而后 它们又散开 并不反映出来真正神图 有心知道 无心知道 世间不见阴阳图 他轻语 天地万物间 不见那种图痕 那只是对遇到的抽象描述 十号醒悟 将此图散开 死气化成了一片海 黑沉沉 没有生机 生气化成了生命之泉 鼓鼓而涌 与死海纠缠 轰 而在他一念间 生死便又会纠缠在一起 化成有形的阴阳神图 那是道的具体显现 天地轰鸣 惊雷阵阵 无尽雷电从天而降 全部劈在此地 打在十号的身上 他被惊醒 那种法 那走路 那种道 有了雏形 他摸索到了真正的门径 让他震撼 让他欣喜 若是日后逐步完善 他有一种感觉 一定会大放一彩 可能是一种全新的体系 当然 这才是起步 只摸索到了人体的某个部位 还有许多宝藏等待开启 肉身蕴含住天地治理 只是 他现在没有时间思索了 被彻底惊醒 退出了那等舞蹈镜 因为 突兀而现的闪电 茫茫无边 全部劈向他 从未有之恐怖 要将他劈死 这是突然爆发的天法 莫名出现 雷霆无尽 闪电密集 即便有辟邪神竹承受 阻挡了很多 但依旧将他击穿了 十号睁大了眸子 难以置信 他在修仙气 而渡天劫时 都不曾遭遇这样的雷劫重创 要知道 这才开始啊 后面还有数不尽的闪电 多半会越发的吓人 要将他打成劫灰 是因为刚才的感悟 我妄想踏出一条路 而惹来的天法吗 十号警醒 虽然伴着生死危机 但是他的眼睛 却越发的明亮 天地有大雷劫降临 要阻止十号 这说明了刚才的顿悟了不得 这可能比他修仙气 还要影响重大 不然也不会如此 我的路 十号大喜 哈哈大笑 尽管下一刹那 他被劈得血肉模糊 鲜血飞溅 但是依旧忍不住欢愿 他的骨骼原本闭合了 再进行重塑 可是在雷电的胶织下 在伴着混沌器的电光中 浑身骨头再次被打碎 甚至 他的肉体被一刀又一刀雷光击穿 前后透亮 生死相依 福获相伴 在此时 十号没有恐惧 不曾绝望 因为他发现 随着自身被闪电击穿 那辟邪神竹的洁白之夜 流淌的更多了 珍珠般洁白无暇的夜滴 从树干上滑下 比直接坠在他身上宁静很多 他的体魄再次被重塑 从竹节的孔洞中 滴落的白色枝叶 润进了十号那些碎裂掉的骨头中 跟骨髓融合 促进其变化 第1289章残酷的蜕变 辟邪神竹的银白之夜 被碎骨块吸收 跟金色的骨髓交融 散发出惊人的生殖气 勃勃生命之能在孕育 在成长 而后强壮起来 这是一种惊人的蜕变 而天空中的闪电很奇异 如同地磁之光 色彩斑斓 且是扭曲的 在这里倾泻 喷勃 绚丽多姿 它也变强了 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危险讯号 它是非常可谦的 威力之强绝 每次打在十号身上 都会出现前后透亮的血洞 带起大片的血 毫无疑问 十号遭遇了严重的危机 体内的骨头不时嘎嘎响起 被击断了 若非竹子的枝叶在补充 修复其肉身 它肯定早已破破烂烂 不成样子 强大的闪电 暴虐的雷霆 每一次横空时 都是刺目地 如同各种色彩的太阳炸开 超越以往 不可想象 这种天罚不给人希望 要直接灭绝掉 绝非一个天神所能阻挡的 形成恐怖天地异象 如同上苍发怒 撕碎万物 十号早已从雾到镜中苏醒 承受着这种剧痛 每一寸肌肤都崩开了 鲜血淋淋 许多伤口都是前后透亮的大裂缝 挤进解体 很痛 神经坚韧如它 都眼前发黑 差点昏死过去 则 又一道雷光落下 洞穿齐驱 根本挡不住 就算动用了各种宝术 进行最强烈的对抗也不行 是要杀它 天地无情 现在它像是被这世界抛弃了 要抹杀 降下的雷电前所未有 只因悟到 想要开创与众不同的法吗 依照古书上的记载 无论是过去 或是将来 一些能影响到天地平衡的变数 必遭天罚 被闪电击毙 从绝艳的修饰突破时 被雷霆干扰 轰击 就可以看出一二 那就是因被天地所忌惮 给予惩罚 而现在 十号摸索出另一条修行门禁 显然更为严重 啪 十号一声闷哼 因为一道赤色闪电落下 将它的肩头击碎 肩胛骨均裂 并脱落了下来 筋骨髓外露 不是一般的痛 彭腹伴随着死亡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再这样下去的话 十号必死无疑 哗哗声响起 雪白的辟邪神竹在摇动 洁白的竹叶发光 叶片摩擦 响声清脆 如同一条小溪流过 伴着混沌器 还有各种锐霞 它在对抗雷电 因为雷劫从天而降 它也在被攻击范围内 不过 这颗水缸粗细的谷竹 平日间显然常被闪电劈 本身有抗雷性 最起码十号刚来此地时 就曾见过过 现在有它抵抗 帮了十号的大忙 不然它应该已经散架了 雷霆凶猛 闪电一道接着一道 劈个没完 各种色彩喷勃 如同地磁极光肆虐 虽绚烂 却危险 扑 十号的胸膛被劈开 一根又一根胸骨折断 惨不忍睹 它遭遇了人生最艰难的考验 动辄就要形神俱灭 到了后来 那雪白的竹子也不能为它遮挡闪电了 因为天地无情 闪电改变轨迹 从四周涌来 而不是从高空降落 赤圣的光 鲜红的血 在这里一同绽放 十号血肉焦黑与前枯 骨骼破碎 金色骨髓都要前河了 池中的神竹之夜不时被雷电击中 并建起 出乎意料 此夜并未蒸发的前进 这是强大神性的体现 正是因为这种发光的枝叶 才让十号活下来 被浓郁的生命力包裹住 它才撑过来 需要改变 我不能死 十号虽然被劈得快前哭了 但意志坚韧 还保持着清醒 它动用雷地宝树引导闪电 以其捧法削减闪电 用轮回神通影响时光 化解恐怖电弧 各种手段进出 但是 还是不理想 它依旧处在随时会死去的阴影中 雷电击鼓 贯穿血肉 子子响声不绝 电弧在它体内油窜 那种声音很刺耳 也很劳人 在自己的体内发出这种声响 让肉与鼓都焦糊 死气增多 生机锐减磨难之间 难以想象 它随时会失去性命 十号内饰腹部 浓缩为一动天 化成极点 而后爆发 死气与生气并存 阴阳二气流转 它心中有极大的触动 尝试引神竹之夜中的生命惊奇入体 同时任雷电披杀自己 产生死气 全部汲取静覆中 这是在冒险 一个弄不好 它的肉体就会炸开 那可是雷杰 而且是无法揣夺的天罚 它这样主动引导 加以利用来轰击躯体 等若是自杀性的举动 轰 生与死的对立 阴阳二气流转 在其腹部形成一个轮盘 最后建构成一个阴阳图 那是导的体现 闪电不绝 十号全身静巒 碎骨很多 雷电被引导进躯体中 涌入那阴阳图内 十号想以逆天举动 化解雷霆 转化死气为生机 生死逆转 赤圣的光在爆发 惊天动地的响声不绝 那一道道雷光全部向主 十号的腹部聚集 可以看到最后的闪电 成为生气与死气的分割线 闪电成为一道优美的弧线 划分阴阳两区 在这里 阴阳可以逆转 死气与生机并存 能够彼此转化 融入对方 它开始吞噬雷电 在这里转化 具体其他部位成为通道 引雷电入体 在这里发生惊人的变化 一轮生死盘映照腹中 看起来光明璀璨 居然成功了 十号目光闪烁 但是依旧危险 这只是初步的体验 还远远没有离开死亡的阴影 相反形式更严峻了 因为现在一个失误 它的肉身就会爆开 砰 果然 阴阳失衡了 这是天地之危 无情地抹杀 不可能被人精准地掌控 并利用 那闪电形成的分割线断掉 刹那 十号的腹部军裂 那个阴阳道徒 差点爆碎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一旦那里炸碎 十号的唯一洞天 都可能跟住毁灭 整个人都得半废 它快速压制 化解 然后用肉身 去承受漫天的雷光 再次处在天结之下 遭受种击 只能熬过去了 到了现在 十号没有任何办法了 他刚才的举动很大胆 更很逆天 利用雷姐 掌控天法 取巧成全自己 显然 那是冒险的 庞扶激怒了上苍 要一举抹杀他 十号全力以赴 躯体尽快千疮百孔 破烂不堪 一些炸开来的骨块 先后落入池中 但他还是在坚持 他不能放弃 只要还有一口气 还活在这世间 他就要坚韧到底 刚才的阴阳平衡之道 肯定不行了 而现在这样立抗 苦熬着 也难以持久 注定要被击杀 唯一洞天放大 防护几身 但很快又被雷光砸得塌陷 而后压制下去 还是不行 他想到了柳神 曾经被诸天闪电缠绕 劈成焦炭 只剩下半截树桩 一刹那柳神之法 被他爆发到极致 我要跟柳神一般嘛 断掉半截躯体 十号苦涩 那个时候 他可没有什么根筋 他的精气在变弱 一直在动摇 感觉无力回天 要度过 到了最后 他的眼中神盲爆发 完全豁出去了 一声怒吼 音波压过了雷电的鸣声 他觉得自己一直很被动 认为这种雷电 不可能撑过去 总是想躲避 想化解 故此失去了一颗锐镜之心 没有不可对抗的闪电 一样可以击败 他嘶吼住 坚定自己的信念 最后 他疯狂了 衰弱的气势 一下子暴涨 像是回到了巅峰状态 精气神共鸣 达到最强 十号的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击败天法 而不是被动的承受 认为这雷杰不过如此 就像是当初修仙气势一般 杜天杰 他怀住必胜之心 可以战胜 现在 他依旧如此 面对不可揣夺的恐怖雷杰 开始坚定 既然这是为生灵准备的 一定可以赢了此局 尽管是号身躯残破 但意志却无比的强大 前库躯体内的血液 沸腾了起来 隐约间可见 有一种符纹灿烂 在焦黑的血肉 还有骨骼中焦织 让其生命力激增 还有一种血变得璀璨 那是至尊血在流淌 是他那第三种天生的至尊符纹在显化 激增其生命力 让他出手时 威力多跟住暴涨 那血液带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彭腹可以让人破茧花蝶 虽然只是短时间内有效 但这绝对是逆天的 故此 他的气势不光是意志的问题 破败的躯体也有了真实的体现 一时间强盛了起来 超越常理 他的精气神等 胜过常态 10号抵住了雷光 并且引导雷电 在残躯内运转 他在动用锤骨法 再次锻造骨骼 凝炼躯体 被闪电击落出去的碎骨块 都飞了回来 跟住十号一起鸣颤 在那里发颤奇异的声音 叮咚作响 到了最后 当他的碎骨拼接完毕时 雷光覆盖齐驱 在那里共鸣 锤骨法 真正残忍的精力 骨块全碎 而后又被辟邪神竹的 枝叶滋养 在这里修复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如同在炼狱中呼吸 他的骨头碎掉了 又重塑 金色的骨髓蠕动 再造神骨 惊瑕万道 锐光万缕 神圣无比 尽管这里很可怕 雷光击来 血光溅起 肉身崩开 但是也有浓郁的生机 在弥补住自身的伤害 雷电 你不过是熬练我去的反火 十号怒吼住 生硬的抗击 到了最后 十号的破烂的躯体 不断修复 其速度快过了 雷光的毁坏速度 以雷炼体 十号被闪电包围住 张口一吸 竟然直接吞下一片密集的闪电 全部引导向全身骨骼中 用锤骨法断起骨质 他挺住了 看到了曙光 到了最后 其骨髓由金黄 向著红色转变 充满了浓郁的生机 而且骨质也渐渐变得银白 到了后来 骨体千锤百炼 所有裂痕都闭合了 开始新生 且不断有碎屑脱落 被排挤出体外 最后 辟邪神竹低落的枝叶 不能满足十号了 他取出大罗仙剑 在某一最粗大的竹节上 重开了一个小洞 枝叶落下 跟十号的肉身融合 锻造齐驱 十号的体质在变强 骨头比之前坚硬了一大截 直到最后 闪电衰弱 雷截要过去了 他张开嘴 开始疯狂吞噬闪电 不想放过一丝 因为 到了后来 他发现毁灭性的电光中 所蕴含着的 丝丝缕缕的生机很惊人 很逆天 跟辟邪神竹的枝叶 共同发力 效果更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雷光早已消失了 这里恢复了宁静 十号不仅没有死 还完成了一次锤炼 残酷的蜕变 第1290章 生命蓬勃 这里静悄悄 洁白的神池快前河了 十号盘坐在这里很久 都没有动一下 一场天乏 一场旷式雷劫 就这样结束了 他肌浮心生 雪白如玉石 由于辟邪神竹的枝叶的滋养 让他都跟住迎刃起来 伴着一股圣洁气息 最大的收获 自然是骨骼的蜕变 如同虫破茧 这是生命层次的提升 机体强度增幅很大 没有全面学练体式的经书 但是却更强 十号静静地坐在这里 回思经过 心有悸动 只差一点 他就陨落了 刚才真的太凶险了 全身都骨头都炸开了 从未有过之劫难 天心难测 雷伐难挡 但他终于撑了过来 十号站起身来 伴着他的是 勃勃的生命朝气 有一种心生的感觉 如同婴儿般的肌肤 还有非同一般的活力 竟是这种契机 十号赠然 真的不一般 这不是错觉 庞腐体悟了一次轮回 在这个地方再生了 万物初始之气 生命朝气最珍贵 因为万物出生时 伴着最本源的生命活力 只要采集到一点 就对人体大为有益 例如 许多修道之人 喜迎朝霞 采第一缕西光 石霞练道 进而欺长生 就是这个原因 孕育中的生命 刚降世时也是如此 带着先天的各种秘力 随后会随着成长 于红尘中逐步流逝 直至消失前进 而现在 十号身上有浓郁的新生力 如同婴儿般纯净 对他来说 这很珍贵 十号站在池中 伸展四肢 挥动拳头 带动起阵阵风雷之声 轰鸣作响 他还没动用神力呢 就已如此 百雷脆体 闪电机身 又经辟邪神竹的枝叶浸润 十号的体质增强的惊人 这样一拳下去 足以在瞬间轰杀天神 恩 多了一种气息 一种晦涩 但是却真实存在的力量 十号的眸子 射出两道金光 那是自身 感觉所有血肉中 都是这种气息 跟他交融在一起 显得纯净而圣洁 起初 他只是以为 自身肌肤心生 才显得有种出尘的气质 现在看来 这是真实的圣洁 在血肉中 在骨骼间 在骨髓中 多了骨超越在红尘上的纯净之气 一时间 十号 惊弄不清他的作用 想要调动 却发现跟其血肉一样 是身体的一部分 不可分割 神秘气息 这难道就是可对抗不祥之力的所在 十号恍然 这般自言自语道 做出如此的判断 抑郁的人来过这里 寻避邪神竹 多半就是为了寻找这种秘力 或许说是寻神竹的药效之力 现在看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用处 但是十号并未轻视 他觉得将来可能会派上大用场 经过辟邪神竹之夜的洗礼 肉体应该是有些不同了 在面对各种诅咒时 说不定可以免疫 硬抗过去 十号取出一个玉顶 开始收取神池中的残液 而后又取出一个玉瓶 从辟邪神竹上的孔洞中 接纳滴落下的白色之夜 这种带着芬芳的液体 价值连成 任何一滴带出去都会引人眼红 是炼药的瑰宝级材料 而十号刚才却在这里挥霍半吃神夜 以他浸泡身体 令人发指 如果被人知道 一定会大骂他败家子 古竹窑洞 扎根在石山上 雪白灿烂 十号疑惑 这么多年过去 这根竹子都没有成精吗 这不太符合常理 但是 他没有深究 不再驻足 向远方走去 他要去采黄泉果 那是此行的另一个目标 远离这片山地 前方丘陵起伏 白雾朦胧 宛若仙家故土 这里被称作仙丘 还是很有道理的 所谓的黄泉果 听起来很吓人 像是应该长在黄泉盼才对 可是十号一路行来 并没有看到是什么阴森奇迹 相反 这一路上山有仙气 水有神光 伴着祥和 还有宁静 跟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同 他在路上见到的一条小河 金色光泽柔和 让他心头一震 这是黄泉吗 十号研助他而行 因为据大长老所说 这黄泉果就在此河的尽头 唯有那里才能成熟 接触饱满的果实 神圣气息越发的浓郁 恍惚间 让人觉得来到天地初开之时 到处都是灵气 一草一木 甚至普通的山石都带着灵性 有些草木发出锐霞 有些丘陵环绕着采光 尤其是前方 那里腾起大片的焰火 最为赤圣 仔细看不是火 而是光 因为浓郁的过分 不仔细看的像是火焰在沸腾 好浓烈的气息 十号惊叹 认为那里一定有了不得的东西 可能是仙国等 是金氏的造化 他心中不能平静 想知道那里究竟有什么 外界 在山门这里聚集了一些强大的天才 只是他们进不去 被阻挡在戒壁外 无法击穿 就在刚才 所有人都感应到了 里面发生了特别的事 天雷阵阵 神乏不止 透过戒壁都传了出来 有人在杜劫吗 这是他们第一时间的念头 谁进去了 只有一个荒 虽然不愿承认 但是那个人的确比他们要强 靠自己杀进去了 荒 到底做了什么 是他引来了天结吗 圣院中的一位奇才说 在场的人沉默 觉得一定是十号所为 只是不愿说出 因为两院的精英跟十号 可不算是多么的和睦 好大的动静 料想一定是荒所为吧 一个白衣丽人鸟挪而来 身姿曼妙 美丽如仙 带着淡笑 道 疑 你们不是早进来了吗 怎么还一直堵在这里 没有进去 反倒让后来的荒领仙了 他看着王熙 故意挑起话题 露出一副很惊讶的神色 由淡笑转变 有些笑嘻嘻 王熙脸色平静 但是美眸中有神光一闪 显示他心中并不是很空明 看了一眼妖月公主 并未接话 轰 就在此时 山门内又一声巨震 让这里的天才都神色一变 慌悠做了什么 再次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很想知道 怕他独得了所有的机缘 在场人的又羡慕又嫉妒 我们联手 一定要迅速闯进去 有人开口说道 能够走到这里的 都是天才中天才 是绝顶的年轻高手 但现在他们却只能联手 放下各种成见 不然的话根本进不去 在这一刻 不管是心中是否不甘 人们得承认 荒之强决 令人无奈 只身就闯过去了 仙丘深处 十号一路走来 看到了一座石桥 很陈旧 岁月久远 都快在这里风化掉了 破烂不堪 此桥架在金色的河水上 十号沿住这座桥 到了河对岸 因为发现腾起的璀璨光雁 正在前方的一座山谷中 结果 他刚到河对岸 那石拱桥就塌了 坠落在金色的河水中 见起惊涛骇浪 声音之大 让十号都是一惊 须知 这河水不宽 也不算很深 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像是无量神力在浩荡 故此才有怒波 卷向高天 十号回头看了又看 没有久留 迅速向前赶路 来到那座 由丘陵围起来的山谷间 看到了真实景象 这时 他吃惊睁大了毛子 身体矩震 心中波澜汹涌 无法宁静下来 原以为是仙果等 可能是长生药 但结果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地方很神圣 那些光焰都是霞光汇聚而成的 但绝非天地药草等显化的一项 而是一具又一具尸体 在山谷中 横沉柱五 六具躯体 全都巨大无比 挤满了山谷 有的像是星域巨人 有的如同吞星兽 都很奇异 也有一些人形的 他们有的腐烂了 有的乾枯了 但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神圣 祥和 即便是尸体 也没有一点的阴森气息 就算是腐烂了 也只是在化成光雨 而没有腐臭味 在这里让人感应到了 一股纯净之力 这该不会是真仙之诗吧 十号心中震撼 因为舍此之外 还是其他嘛 不然的话 何以死去后 都如此的光明灿烂 或许 也有可能是 抑郁的不朽者 使他们横施于此 十号心中激动 他想过去仔细查看 但是一股力量再次弥漫 形成光焰 化作光幕 遮住山谷 他根本进不去 十号想尝试硬闯 以一件密宝实验 结果刚寄出 那件宝具 才冲进光幕中 就崩碎了 瓦解成破铜烂铁 他被神圣之力腐蚀 被绞碎成碎片 那法器是天神级的 这表示 如果有天神硬闯 差不多是同一个下场 就算十号超凡 远胜其他天神 是这个境界 古往近来的最强者之一 但是依旧变色 他知道无法硬闯 虽然知道 那些尸体上可能有重宝 有仙道人物留下的器物 但是拿不到 且送命的事 他不会去做 金色河流的尽头 锐光澎湃 在那里有三株植物 都不是太高 只有一人多高 四树飞树 四花飞花 每一株都如同黄金铸成 光辉战战 留着令人很舒服的 黄金光雨 其中一株接住果实 形似李子 大小也相近 只不过是黄金色的 璀璨夺目 这就是黄泉果 十号赠然 出乎想象的顺利 他静止就走了过来 没有受到阻击 第1291章黄泉 金色的果实 十分璀璨 跟李子形状差不多 但此刻如同小太阳般 发出赤胜的光 非常刺目 芬芳扑鼻 让人心灵恍惚 急于要迷醉在这种香气中 如同音速对普通人般 有致命的精神诱惑 十号的手快要碰到了金色的树枝 即将采摘到一枚黄金果实 灿烂的光雨 已经洒落在他的手臂上 突然 一种极度森寒 让他在一刹那皮肤绷紧 毛发倒数 快速后退 尤其手臂上亮起各种符文 撑起光幕 本是祥和的 神圣的 这个地方很幽静 也很芬芳 一切都是美好的 可是在瞬间 十号觉察到了可谜的危险 如同在梦境中 突然发觉到一头毒蛇临近 张开嘴 露出风锐的毒牙 要对他啃视 瞬间从天堂跌落进地狱 成为噩梦 十号的速度够快 可是几点金光 还是四开虚空 冲到了他的手臂上 直接撕咬 争 金属交击声 让人耳膜生疼 这是一次极短暂 但却凶险的碰撞 几条金色的虫子 非常的猙獰 肯是十号 跟符文遭遇 火星四溅 宝树形成的符文光幕 居然被他们咬穿 逐步破碎 这很恐怖 十号如今施展的法 哪一种不明动天下 虽然被咬碎了符文 但这终究也阻碍了他们的速度 十号躲避出去 撑起动天 立身在石杖外 仔细凝视 那是四条虫子 都有半尺长 通体金黄 如果不动时 跟那皆有黄泉果的植物枝条一般 神四 并且刚才没有生命契机 只有动时才爆发力气 随着离开黄泉果要术 四条虫子张开透明的翅膀 露出雪白的牙齿 跟毒蛇似的 嘶嘶有声 秀 速度太快了 它们的透明翅膀 可以轻易地切开虚空 冲到镜前 对住十号就喷出一片黄色光雾 这种雾气俯视空间 至于它们的牙齿更是锋利 踏踏作响 能咬伤天神的骨头 甚至可以伤到教主肉身 四条虫子攻击手段多样 在这里化成四道光束 上下冲击 一转眼的功夫就已经对十号攻击了数百次 十号变色 这虫十分凶残 各种宝树进展 它们每一次啃噬 都让虚空破开 将它的唯一洞天都压制得扭曲了 可以确信 其他天神到了这里 连一条虫子都挡不住 会在第一时间被击杀 不会有任何的悬念 果然是非常之地 所诞生的生灵都是非同一般的 强大与凶狂至此 分明是几条虫子而已 当然 如果是其他民宿建道 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这是传说中的黄泉虫 一般都淡自九幽之地 是古来十大名虫之一 这种东西具有无限成长性 能成为虫仙 这几条虫子不是诞生在恐怖之地 而是出现在神药附近 算是变种 此地虽然有死尸的 但都是仙尸 具有祥和契机 故此它们也显得有些不同 若是趴在药树上静止不动时 有古圣洁气息 是 四条金线再次重来 尖叫住 凄厉无比 很难想象这是四条虫子发出的 跟厉鬼哭嚎似的 让人头皮发麻 十号出手间 一根又一根柳树枝条飞出 由古文建构而成 成为秩序的体现 在这里绞杀四条虫子 黄泉虫震翅 嗡嗡作响 在这个地方与虚空都共鸣了起来 接着空间崩塌 咚 此地 一团神光爆发 发生了激烈的大爆炸 那是神力在沸腾 是虚空在湮灭 极度恐怖与吓人 若是有人在此 不认识黄泉虫的话 一定会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分明是几条虫子而已 竟如此的霸道 金色秩序之条冲击 迅速地延展 跟虫子不断碰撞 四条虫子尖叫住 一扫早先的祥和 带着地狱的气息 不断冲杀 轰 柳神大法中的秩序神恋 将一只虫子抽得倒飞 扑通一声 坠落进那条金色的河水中 溅起浪涛 藤起光雾 另外三只尖叫住 振齿而鸣 更加猙獰了 轰 十号施展齐鹏法 随着它结印 一头又一条神情浮现 撕裂虚空 扑杀那三条虫子 这引起三虫慌乱 几种宝树施展后 十号发现 居然是这齐鹏法 最适合克制黄泉虫 果然有种族天性上的压制 擒克虫 几只虫子发出胜烈的光 而后身体膨胀 最后全都张嘴 净吐出一根根白丝 如蜘蛛吐丝般 困腹十号 它们结成网 将浮现在虚空中的 齐鹏神情笼罩 更是要炼化掉十号 伴着虫叫之音 砰 十号一把抓住这张网 猛力一丝 发现异常坚韧 难以扯断 它一声大喝 也只弄断了两根而已 是 一道又一道闪电交织 它施展雷蒂法 轰杀三头虫 而且 坤鹏法继续催动 一头又一头 齐鹏神情被束缚后 它便放弃 继续催动其他古文 攻击三头黄泉虫 十号不曾想到 三头虫子 居然让大动前鸽 在这里费了这么大一番手脚 却还没有击毙掉 当然 如果其他人知道 一定会倒吸冷气 感觉阵阵寒冷 这种虫子任何一只出现 都会引发灾难性后果 只要成长起来 吞噬生灵 啃噬血肉与神魂 防不胜防 就这样的几条虫子 就可以扫杀天神级高手 所向披靡 秀 突然 不远处那条金色的河水中 冲起一道金光 袭杀十号 冲向它的腹部 是早先被它震飞的那一条 十号目光一冷 快速收缩洞天进腹部 任那虫子冲过来 然后突然是冻天 在刹那爆发 它悟到时 曾有体会 几点的刹那爆发 会形成难以想象的恐怖之力 简直可以撕碎一切阻挡 果然 这只虫子刚一冲过来 正好遇到几点爆发 阴阳二气在碰撞 生与死的气急炸开 让虫子处在风暴漩涡中 噗 这只虫子碎掉了 溅起一片血与肉 第一只黄泉虫被灭杀 这引起一阵惊慌 另外三只虫子大惊小怪 但很快的 它们又恢复了镇定 尖叫住 力气惊人 一起冲向十号 以往防御 对抗十号的宝树 以肉身突破 冲到镜前 要钻进十号的躯体中 四 在十号的眉心中 一柄仙剑冲出 迅速放大 将一头正好冲向 它眉心的虫子劈中 顿时断为两劫 这是大罗仙剑 无坚不摧 最起码十号 还没看到比它更丰锐 更坚硬的兵器 它提前将此剑引导至此 正好迎上此虫 直接击杀 另外两只黄泉虫大害 见到先后有两个同伴被杀 其中一只略有犹豫 攻击放缓 另一只则比之向前 攻击十号的心脏 化成一道流光 转眼到了镜前 而大罗仙剑 刚斩杀另一只虫子 还在披斩 怕它愈何与复活 想救援已经来不及 砰 十号的双手合拢 蓄如闪电 夹住了这只虫子 吻而准 嘶嘶作响 火星四箭 十号的手掌堂血 传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那是虫子与骨头在摩擦 感觉发善 另一只虫子 见状大喜 快速冲来 也想钻进十号的血肉中 并以剧毒杀死它 噗 一声轻响 像是有东西破碎了 十号翻开手掌 一滩烂泥坠落了下来 正是那只钻进手掌中的虫子 被它碾碎了 刚才 此虫进入它的血肉中 但被它的骨头锁挡 无法移动 被生生压成肉酱 十号不久前 以辟邪神竹洗礼肉身 淬炼全身骨骼 骨质坚硬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若非如此 这次说不定还真会出现意外 而且 黄泉虫所带着的剧毒 对它无效 辟邪神竹 可以逼退所有诡异与妖邪 包括诅咒 尸毒等 拥有奇效 十号手掌也有破损 表皮被刺透 鲜血躺出 带着晶莹而灿烂的光泽 结果这种气味稍微散发后 让最后一只虫子颤抖 辟邪神竹的气息 让它惊慌了 是 十号快速出手 一把捏住 实在眼前 仔细地观看住 这是一种神虫 不知道黄蝶复苏后 能否号令此虫 十号略作犹豫 没有留下它 用力捏得变形 让它肉身发出嘎吱嘎吱声 最后破损 噗 它更是提起大罗仙剑 一顿披斩 将它切碎 斩成肉泥 免得死而复生 这个地方终于宁静 十号一番仔细观察 再无黄泉虫 只有三株 如同金色芭蕉般的植物 璀璨生辉 光雨流转 第一株上没有果实 只有果饼 显然被黄泉虫吃光了 第二株上有三枚果实 第三株上有五枚果实 全都金光赤胜 非常的耀眼 其清香可以让人心神迷醉 沉静 十号仔细搜索周围 确信没有任何危险后 它摘下一枚金色的果实 一番研究后 准备识下 跟黄泉有关吗 十号不得其解 这果实太神圣了 让它心神放松 迷醉于此 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任何不好的事 锐气澎湃 霞光灿烂 无论如何看 这都是美好的事物 跟地狱 黄泉等扯不上任何的关系 相对来说 此地比在辟邪神竹那里安全多了 并无特别危险的事发生 十号放下心来 开始吞食这枚果实 入口的沙纳 芬芳冲进它的每一寸血肉中 在果实表皮破开的沙纳 香气冲天 它浑身都散发着奇异的香味 化成了一个香喷喷的人 并且 一缕缕神光迸发 在血肉中流转 而后全部集中向眉心那里 一瞬间 十号震惊 无数丝丝缕缕的光线在交织 汇聚峨谷深处 集中向神石海 它的元神在壮大 它快速施展断神法 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黄泉果对元神有奇效 可以刺激精神力 使其成长 可以看到在它的奇眉心前 有一个璀璨的小人出现 盘坐在那里 口诵经文 加持己身 再变强 帮人做个广告 天下不五路 五道衰微 佛道魔三教修真 横行无忌 把持朝堂 第1292章彻物 这个小人不大 盘坐峨谷前 却宝像庄严 跟十号一模一样 但是比他要严肃 欲以神圣太多了 他宛如一尊混沌古神 如同一位真仙 寂静不动 口诵真经 绽放出一缕又一缕西光 且有混沌气 随后 三道仙气流转 缠绕在拳头高的小人身上 将他衬托得越发威严 不可侵犯 十号沉浸在奇妙的境地中 断神法在施展 自行运转 锻造奇缘神 引导黄泉果的力量 注入境来 熔炼自身的精神力 经文神秘 从原始真解 到六道轮回天宫等 逐一而逝 不断显化 而后又慢慢画成文字 全部烙印在小人身上 这是一种神奇的变化 十号觉得自己在顿悟 在参道 诸般奥义在心中流淌而过 越发的通透了 比之前理解的更深刻了 许多东西以为掌握 可是现在才发觉 还能更深入 此时原神在进化 让他的领悟力在增进 道行在加深 竟可以如此 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造化 一枚黄泉果而已 让十号原神在强壮 因而导致了一番惊人的变化 那拳头高的小人悬在虚空中 盘坐十号的额头前 原神离体 在这天地自然中 参悟治理与规则 一瞬间 断神法突然停止了 只有这个小人凭本能在诵经 汲取诸天的奥义 十号一动也不动 唯有原神化成拳头高的小人 盘坐在那里 事实上那就是他 此时他在迎送各种经文 神光闪耀 他陷入到了诡异 而不可描述的状态中 如同在经历轮回 在经历一次远古的重生 另一个他正从虚无缥缈中走来 要活到这一世 原始真解诸般要义呈现 前所未有的清晰 过去他苦悟不断 随着境界加深才能理解 但是现在却在贯通 荣慧比原来想象的还要深邃 深刻 昔日自以为精通了 可现在看来还不到位 还差得远 直到这一刻 他才对这卷经文悟通 吃透 原始真解不是宝树 不是天宫 是这世间最古朴的法 最原始的道理 掌握他才能接近这乾坤的本质 他将一切凡夫都化得简洁 让一切奥秘无所遁形 将诸天之秘视为通俗 化繁为简 大到质简 这不是看歧义 名其里的问题 而是真正在生命层次上懂了 不是眼前的所谓字面上的理解 在心灵通透的沙纳 十号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如醍醐灌顶 一切是那么的清晰 再回过头看待自己所学的东西 变得有些不同了 最宝贵的经文 最珍贵的东西一直在我身边 只是没有彻底理解他有新所感 也许 不光是他 世上所有人都不曾真正见识到 原始真结的本质真意 他可以让一个人看待世界 体悟诸天奥义的眼光 跟以前不一样 化腐朽为神奇 在过去时 十号曾捕捉到一些 但和现在比起来那只是皮毛 现在他真正懂了 什么叫化腐围棋 最简单的古文 也可建构出玄妙的神通 平凡的宝树也有绽放光彩的那一天 没有无用的符文 也无威力浅薄的宝树 只是还未到他光彩夺目的那一天 总的来说只有不够强大的人 当然 如果神通够强 七点或许会更高一步 原始真结并未否定昆蓬法 雷蒂树等无上神通 它只会让这些道法更强 以最古朴原始的真意去推动 我会更强 十号有这种一种感觉 在这一刻他有了那种触动 深深的明悟 如同大梦方觉醒 一下子悟了 在此之前 他也心高气傲 觉得自己已经是古往今来 天神镜最强的几个人之一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 那个时候太自负了 唯有此际真正理解 他才觉得如今应该是 古来最强的几人之一了 而且他相信 也有人理解过这种真意 即便不透过原始真解 透过其他法也能明悟 会有觉醒的那一天 对十号来说 原始真解并不是无敌宝典 只是一部最有用的经文 触动他心灵最深处 让他觉悟 一切是如此的突然 扶下一枚黄泉果 在原神壮大 迎送经文的沙纳 他竟然借此诱因而悟透真解 黄泉果不是关键 只是触因 如果没有这次的机缘 早晚也会有其他原因出发 只是这次巧了 也让他的感悟提前到来罢了 累积已经足够 只差一道灵光的影线而已 原神悟道 经文加持 越来越多的符文 冒映在拳头高的小人身上 密密麻麻 让他显得愈发的神圣与庄严 断神法反转被排斥 此时不运转 只有十号的本能存在 迎送真经 原始真解通透后 便开始了雷帝宝树 六道轮回天宫等 如同轮回一般 一遍又一遍 四再轮回 到了最后 十号有一种错觉 彭扶真的在转世 每一种智强宝树或天宫 都彭扶曾经学过 只是在往生的过程中遗忘了 现在重拾了起来 不知不觉间 三道缠绕在原神上的仙气 早已升腾到头顶 化成大道之花 其中一朵上有一个生灵 在打坐 在诵经 伴着无穷的时光碎片 不属于这一世 不属于未来 身在永恒过去处 十号那由仙气建构成的 三朵大道之花 其中有一朵 是与别人完全不同的 那花朵中生出了一个生灵 那像是他自己 一个活在过去 早已消失万古的自己 只是现在被沟通 跟他共鸣了起来 他有轮回的感觉 他有学过世间万法的恍惚感 都是源自于此 甚至 他刚才悟透原始真解 也是这个宛若 活在过去的生灵 起了巨大作用 那生灵在诵经 被时光碎片包裹住 至高无上 冷漠而无情地 俯视着今生的他 睁开了眼睛 这让他心灵悸动 有一种难以说清的体验 有恐惧 有兴奋 还有新奇 十分复杂 不断体悟大到万千的奥义 感悟沧海桑田的变迁 一瞬间的出神 像是千百世的轮转 太奇妙了 在十号的元神上 各种经文 此起彼伏 在那里共享 但到了最后 只留下最核心的一篇 那就是原始真解 成为本质 其他都是点缀 浮于上方 万法匆匆过 唯有原始最真 到了后来 原始真解 化成最繁复的纹落 从元神上剥落而下 像珠那朵 承载着神秘生灵的花朵 上烙印而去 这些纹落 要刻在那个生灵身上 随后 其他神通法则 也璀璨了起来 不只是浮现 流于表面 而后竟开始 铭刻元神中 到了最后 也剥落 像珠最中间 那朵大道之花上 刻印而去 一 十号取燃 他苏醒了过来 神奇的演化 一个是过去 一个是今生吗 两朵花代表 不同的意境 十号觉得自己 像是抓住了什么 但是又错过了什么 可惜他已经彻底苏醒 这一切都终止了 消失不见 不知道下次再进入状态 需要等到什么时候 最大的收获是 他彻悟了原始真结 这是根本 另外两朵大道之花上 何时出现生灵 也许那时候 一切都会变得明了 我便攻城了 十号自言自语 这是他的一种直觉 有那种预感 他觉得刚才的过程 只是某种演绎 并不完整 只有原始真结 还有彷彿存余过去的 那个生灵相互凝结 算是完成了什么 其他的法 以及另外两朵大道之花 还不完整 至此宋经生停止了 而断神法开始运转 继续壮大原神 汲取黄泉果的神效 就跟在辟邪神竹那里一般 十号的收获 并非神药本身 而是奇异的感悟 在辟邪神竹那里 他悟出自己的路的雏形 而在这里 则彻悟了原始真结 并与一朵大道之花上的 生灵共鸣 宛若轮回 我变强了 十号真切地感受到 原始真结的奇妙之处 对于掌控各种法 愈发德心应手 比以前更为顺畅 可发挥出不可测的神威 他觉得 如果现在出去 跟天神境其他人决战 一定会很奇妙 不会有艰险 他无比渴望出去 检验自己的成果 只是 他还不能走 接下来 黄泉果该发挥应有的作用了 十号的原神在蜕变 不知过了多久 他迷迷糊糊 昏昏沉沉 原神在壮士 在增强 让他宛若陷入了沉眠中 不过 下一刻的森寒 突然惊醒了他 让他从睡意中醒来 睁开眼的沙纳 他看到了一条黄色的河流 带着死气 灭绝生机 流向空旷 而死寂的大地尽头 黄泉果 一瞬间 他心有名物 一下子知道了 为何此果有这样一个名字 有其道理 黄泉果 早先看着神圣 霞光万道 锐彩千条 他忽略了本质 只看到了他金光璀璨的一面 直到这一刻 他警醒 这是黄泉果啊 黄色河流的尽头 有一处浩瀚的断崖 在下方有一座巨大无比的火山 那山口黑洞洞 如同地狱深渊 河水坠落在当中 了无声息 那就是地狱吗 当中有什么 隐约间 十号庞扶听到 无穷神魔在嘶吼 还有数不尽的厉鬼与枯骨在挣扎 很奇怪 这河水的尽头原本无限远 但是十号现在却看到了 见到了断崖 看到了那死火山口中的地狱 第1293章地狱 黄泉流淌 地狱无疆 十号深思 他这是在梦中 还是被强行带到了一片奇异之地 亿万股价散落在广袤的大地上 无穷无尽 随着微风吹来 股粉如同沉沙般荡起 景象恐怖之极 这是一片绝灭之地 没有生灵 见不到勃勃生机 有的只是死亡 还有衰败 十号掐了一把自己 感受究竟是否为真实 很痛 他睁大了眼睛 觉得不可思议 脸上写满了金龙 十号真的惊住了 这一切是如此匪夷所思 不久前这里还无比的圣洁 但是现在却这般的荒凉 充满死亡的气息 他轻轻踢了一脚 地上的骨架飞起 在虚空中炸开 挡不住他灵力的一击 雪白的骨粉洒落而下 十号不解 为什么成为了这个样子 皇权国有这样的威力吗 将他带到了另一片天地 他向前走去 决定看得究竟 昆蓬吃一盏 且驾驭住雷电 十号划过空旷的长空 俯视着这片死气沉重的大地 如同一个寻天而过的神奇 大地尽头 断崖宏大 无边无穷 在下方那个巨大的火山口 如同深渊一般吞噬一切 恩 十号一惊 他感觉到了一股吞噬之力 要将它吞进去 力量磅礴 无与伦比 竟有些难以抗拒 他赶紧倒退 不想这般的被动 随后十号离得够远了 动用天眼通 朝着火山口内眺望 在那里面 传来阵阵凄厉的叫声 隐约间可见 一头又一头魔神 在带着枷锁 浑身躺血 在咆哮 在挣扎 还有一头又一头利鬼 浑身白骨森森 粘住腐肉 在那里争鸣无比 力叫住 庞腐有天大的冤屈 而且 有岩浆涌动 不时有恶鬼坠落进去 化成一缕青烟 被焚烧的什么都没有剩下 那不是一般的岩浆 居然带着血腥味 隔住很远都能闻到一些 果然是无限阴冷与可饶的地狱 十号倒吸了一口气 不断后退 他有点不明所以 究竟是怎么进来的 突然 那宏伟的火山口喷发 地狱暴动 喷出的不是岩浆 而是白骨 是厉鬼 漫天都是鹰雾 鬼怪在哀嚎声 紧向惊天动地 白骨成为了此界的全部 天啊 十号忍不住一声声音 白色骨头到处都是 死气滔天 厉鬼无数 在天地间涌动 他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接着感受到整片世界都在剧烈抖动 天地将倾倒 乾坤要颠倒 一切都不一样啊 呼 火山口内的地狱那里 发出乌乌声 阴气冲销 而后血光澎湃 最后黑雾扩散 不 十号一声怪叫 尽管在抗争 逃向远方 但是根本无用 整片死亡世界都在战里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住 没入那火山口内 无垠的大地上 高山虽然稀稀疏疏 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座都恢弘 而高耸如云 但是此时 却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山体如尘土一般向住火山口中的地狱而去 不仅如此 其他海谷 巨石等也都翻滚着 被吸进了火山口内的地狱中 这让人愕然 大地何其广袤 无边无境 景物数不尽 但是现在却全都集中向一起 坠入火山口内的深渊 这很不符合常理 最起码有些大月看起来 比只火山口看起来还磅礴 可是现在一样被吸进去了 他跟住乱石 白骨 巨山等一同坠了下来 许多东西直接砸在他的身上 重于何止千军 如果是一般的人早就成为肉匠了 十号全身发光 撑开洞天 守护自己 不让那些东西砸在体魄上 但是上方不断倾泻 地上是所有巨山都砸了下来 如同一颗又一颗允星轰击 这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即使是天神 也有力结石 还好 十号足够的强大 完全的抵挡住了 任石山成千上万 接连的砸来 他万法不清 体外浮温闪耀 将一座又一座山峰削成积粉 同时 还有许多其他山体等从远处坠落 直接掉进赤红的岩浆中 有些当场化成灰烬 有些如同碎石块落进大海 只见起几朵浪花 十号毛骨发寒 这是什么地方 岩浆无边 可以吞噬一切物质 毁灭一切 他甚至看到有些魔神 在火山口冲击进来的巨石等冲撞下 也跟住坠近岩浆 当场惨叫着 化成烟雾 终于稍微安静了 地上东西都被吞进来了 不再有东西坠落 地下世界也真正显化在十号的眼前 浩瀚无边 岩浆上浮现住 一座又一座白骨铸成的岛屿 一座又一嘴黑色的古老电雨出现 当中有魔神 厉鬼进出 此外 岩浆上还漂浮着一些大陆 漆黑如墨 上面有很多孔洞 是石窟 再有魔鬼等出没 这简直就是阴间 每隔不久 有些白骨岛屿就会沉没 有些黑色的大陆也会解体 坠入红色的岩浆中 化成粉末 诸多魔神哀嚎 无尽厉鬼咆哮 在挣扎 很多白骨手掌从岩浆中伸出 但是很快就又被融化掉 森罗地狱 不外如此 岩浆海中 不断有巨大的石柱出现 怂入高空中 上面绑复着先天神魔 饱受折磨 有火焰炙烤 有神剑劈砍 有些被拔掉了舌头 有些被斩落了头颅 一时间竟不死去 还在挣扎 种种可怕的事在发生 十号看得头皮发麻 他有点怀疑 这是真的吗 竟有这样的诡异之地 实在有点凄惨 轰 突然 岩浆海深处 有一座金色的电雨升起 散发着炽热 还有仙道气息 在那里有一个生灵 弥漫开来鲜物 他带着枷锁 被五根铁链锁住 锁住了四肢还有头颅 让他悬空 如同五马分尸般 在这一刻 十号分明真实地 感受到了仙道的力量 但是 接下来的一幕让他震惊 那五根铁链 化成五彩仙晶 颜色不同 被崩的笔直 开始拉扯那个人 啊 那个生灵嚎叫 仙物激荡 神圣而强大到 无法想象的力量在汹涌 想要挣脱 结果 扑得几声轻响 血光冲销 五根铁链拉得很紧 将他的四肢 还有头颅 全部扯掉了 血淋淋 惨不忍睹 那是仙吗 十号惊悚 分明感受到 志强的仙道气息 可是那个生灵 还是被分尸了 伴随着一声 惊天动地的嘶吼声 那个被分尸的生灵 跟住金色电雨 还有锁住他的五彩仙精 一同向住岩浆中落去 这一刻 血腥味扑来 无比地刺鼻 他怒吼住 大叫住 却无力回天 最终进入岩浆海中 慢慢被腐蚀 发光的体魄 变得漆黑 仙气减弱 死气蒸腾 直到最后 他彻底被淹没了 只有气泡鼓鼓涌出 随后那里黑雾滔天 这么晚了 十号见到这一幕 觉得身体冰凉 非常寒冷 怎么会见到这样的事 一切都太突然了 可怕的让人不寒而栗 令十号简直不敢相信 我不相信 他大叫住 轰的一声 一座白骨铸成的小岛 从岩浆冲浮现 红色的岩浆液流淌 岛上腾起几条锁链 一下子锁住了他 十号剧烈挣扎 但是竟躲避不过 也无法正断 就跟刚才 疑似为仙道级的 生灵一般 被捆覆住 如同五马分尸 十号的四肢 还有脖子 被冰冷的铁链锁住 乐尽了血肉中 身体被蹦得笔直 难以震动 哪怕一下 生命竟是如此脆弱吗 他要被五马分尸于此 不久前 十号还意气风发 因为他悟出了自己的路 还得到了天大的机缘 可以聘你同代 可现在却这么的狼狈 要死在地狱中了 起初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但现在冰冷的铁链 缠绕在脖子上 都要勒断了景象 是这么的真实 地狱才绝 恍惚间 他听到了来自 岩浆海深处的 一道冷漠而无情的声音 接着铁链被绷得如同神剑 开始撕扯的躯体 噗 一声轻响 十号感觉刺骨的疼 难以忍受 他忍不住一声大叫 眼前血液 渐气很高 最后的一刹那 他看到了自己的头颅 被撕了下来 还有四肢也都断裂了 被五马分尸般 扯成疏断 这是一种难言的痛 让他感觉一阵屈辱 怎么能这样死去 谁能这样对他 十号不甘 还有一种愤怒 他忍不住想仰天嘶吼 不能忍受 这样的落幕太可悲 只是 他能改变什么 连那一次真仙的生灵 都被扯碎了 更何况是他 我不甘心 十号咆哮着 如同蜂魔 不久后 十号血肉消失 只剩下了白骨 呵呵 哈哈 在这一刻 十号没有了悲哀 也不愤怒了 竟然温和地笑了 然后大笑 我不信这是真的 虽然他很生动 让人分不出真假 但我相信 一切都是精神作祟 活在我的意志中 十号平和地说住 他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还有什么魔力 尽管来吧 他轻斥 接着 一口仙剑飞来 发出璀璨的光 瞬间刺穿了他的眉心 定住他的元神 让他眼前发黑 彻底陷入黑暗中 像是身死盗销了 黄泉果 果然不简单 无愧其名 让我误以为 自己真的经历了 黄泉地狱 要死掉了黑暗中 他依旧在自语 不错 最痛苦的折磨 最苦难的经历 才能锻造出坚韧的元神 志强的意志 这就黄泉果吗 来吧 十号喝道 他坚信所经历的 不是真的 哪怕现在很难证明 与分辨 天神书院的大长老 并没有告诉他 黄泉果的各种奇异之处 只告诉能壮大元神 现在他在痛苦中 有了一些明误 认为所经历的不为真 只是一种魔力 我要变强 地狱来吧 他大吼注 第1294章四道轮回应 黑暗中 十号觉得自身头颅 还有躯干 以及四肢是分开的 坠落进岩浆中 烧得只剩下了骨架 剧痛无比 但是 他坚信这是精神迷失所致 并非真相 什么地狱 什么诸天魔神哭嚎 还有那真仙被分尸的景象 都是假的 皆是虚幻 他坚信依旧站在原地 只是沉浸在一种意识世界中 故此才有这般种种 他到了这一刻 不得不对黄泉果的药效 感到震惊 因为 太真实了 几乎没有什么破绽 如同在残酷的经历中 不像是虚假的 他大声地吼着 想要从梦眼中觉悟 彻底清醒过来 掌控一切 就算这是对精神意志的锤炼 在塑造他强大精神力时的必要磨难 他也想主动地投身 而非被动地陷在这里 黑暗无边 笼罩这里 十号的意志越发地模糊 庞浮即将要消散 陷入永恒的虚无间 这一切都是假的 还不醒来 十号吼着 只是 张嘴尖 赤裂的岩浆灌了进来 但又从喉咙那里流了出去 他感觉自己没有血肉 只有头骨 还有四肢的骨架等 悬在红色的液体中 为什么这样真实 怎么还醒不过来 十号一遍又一遍地努力 尝试苏醒 以各种手段刺激 可是他的意志却越发地模糊了 即将彻底消散 不行 这样堕入黑暗中 我是否会永远醒不过来 十号的意志在虚弱中低语 有些惊悚了 他的苦难未免太多了 所经历的十分诡异 如果在这岩浆海中沉沦 陷入彻底的昏迷 是否会发生意外 即使这是意志世界 是在梦境中 但若是受损 是否会影响到修行呢 可笑 这是真实的地狱 黄泉果可以沟通阴阳两界 他内蕴着一组奇异的符文 被吞下的沙纳 可打开虚空坐标 将你拉进地狱中黑暗中 有这样一个声音冷漠地响起 无情绪波动 像是裁决者 为什么叫黄泉果 就是因为他内蕴地狱坐标 可开启界门 带你奔赴黄泉 如果你死在这里 那么就生命终结 如果活下来 意志得到锤炼那人无喜 无马分尸 可以焚死神伯的岩浆 浇灌而来 难以承受 他现在有点怀疑了 不是黄泉果造成的梦境吗 难道是真实的经历 所谓的神果内蕴符文 真的开启了虚空之门 十号毛骨悚然 这未免太可怕了 不过 他还是不太相信 那样的果实未免太逆天了 不管怎样说 他不能昏迷 无论所经历的是真实的 还是虚幻的 保持清醒对于他才有益 不然麻烦大了 扑 随后 随后感觉头骨碎掉了 完全是被岩浆焚毁的 他那元神根柱破裂 分成树块 而后迅速地暗淡 怎么会如此地真实 我要死了吗 十号依旧不相信 可是元神分裂的剧痛 以及即将陨落的预感 太逼真了 到了最后 他坚持不住了 无边黑暗将他笼罩 临时散开 感觉自身不复存在 即将彻底击灭 此时 他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 真的不行了 尘归尘 土归土 即将涌灭 最后 轰的一声 他没有了意识 无边黑暗淹没此地 太变态了 最后的一刹那 十号发出的最后一缕微弱的意识 如果是真实的 那他肯定是死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岩浆中一座白骨岛升起 浮出赤红的海面 像是过了很多年 那里有一些灵火摇曳 其中一缕浑火呈现 很是灿烂 非常明亮 有些与众不同 我是谁 他发出这样模糊的意识 随后 他看到了一口灰暗的箭胎 以及破碎的骨架 还有满是秀气的雷蒂甲咒 是这般的熟悉 我有印象 看出他们 像是经历了一个人的人生 那魂火发出低语声 而后忍不住大叫 像是很痛苦 努力想回忆起什么 就这样过了很多年 这座白骨岛屿上 一些魂火出现了又熄灭 唯有那一缕最为特殊 围绕着一口箭胎 还有甲咒等物摇曳 直到有一天 他从那些遗物中 看到两块特别的白骨块 又有了新的记忆 原始真解 万灵图 他痛苦地回忆住 而后剧烈挣扎 充满了不甘 还有一种绝望 我是一个叫慌的人 我是天地 我是识号 他像是自语 又像是在拷问灵魂 最深处的本质 只是 他想不起来细微之处 只有模糊 与大概的少许印象 他很痛苦 想知道过去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 就这样 他每日都在苦思 挣扎 面对一些不可摧毁的遗物 不时的回忆 偶尔有灵光碎片闪烁 让他记起过去更多的事情 一年又一年 岁月在这里最不值钱 很廉价 不断地失去 一晃眼 就过去了数十载 这个灵魂在徘徊 围绕着那些遗物 记起了越来越多的事 他的过去逐渐清晰 我是识号 拾下一枚黄泉果 堕入了地狱 没有熬过去 死在了这里 当彻底洞悉真相后 这个灵魂呆住了 曾经的喜怒哀乐 曾经的 红尘种种 过往的亲故朋友 一切都远去了 他忍不住一声嚎叫 如同厉鬼般 在这个地方久久回荡 当他记起人事的部分 他充满了不甘 有着太多的遗憾 就那么死去了 都未来得及跟亲人等道别 无声无息 一个人埋骨在此 这不是真的 他嚎叫住 岁月流转 他觉得过了一年又一年 直至百年光阴逝去 他那颗受伤的心 才得以抚平 时间无情 百年逝去 我经历的竟是真的 回忆起过去的事 十号发呆 心中最后的侥幸 也不复存在了 百年过去了 时间不是假的 还有什么可说的 太残酷了 我还想回到人间啊 去见亲人 去见熟悉的人 这团灵魂之火跳动 发出剧烈的能量波动 当怨力够强 可以送你转生 沿江海中 一个无情的声音 再次响起 随后 一个轮盘出现 弥漫着轮回之力 从炽热的江夜中浮现 不断转动 在它的上面有几块区域 表明着需要转生的世界 羞的一声 那团灵魂之火 被吸附在那个轮盘上 然后坠落进 它所开启的一个黑洞中 就此送去往生 前生过往种种 一一从心头发现 酸甜苦辣 还有一些人的英容笑貌 人生的甜蜜与遗憾等 都真实阴险 十号一声叹息 这一生就这般过去了吗 真是不甘啊 外界怎么样了 我还想回到过去 看一看那个世界 看一看那些人都怎样了 他带着苦涩 还有遗憾 被那黑洞吞并进去 将它磨灭成一团 纯粹的灵魂意志 要被送去转世 随后 他感觉像是变成了一个婴儿 还没出生 还在母胎中 被先天精华滋养 还未吸收后天的灼气 带着记忆投胎 十号默默思存 运转原始真解 修炼柳神法等 从外天地 吸收到了一丝丝本源精华 他想以此壮大自身 滋养母亲 可是发现很难 黄泉果 你真变态 不知道过去多久 在小婴儿即将降生时 十号突然灵光一现 像是彻悟了 他坚信 没有这样的转世 虽然我不理解 和一百年岁月匆匆 这般逼真 但我动用心神 都分不出真假 我坚信 这是一场大梦 我所经历的不是真的 我是荒 我是十号 我要醒来 可惜 没有所谓的醒来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他经历了生老病死 这个天地没有充沛的精气 早已陷入末法时代 只有在母胎中 所获得的精气有效 出生后便很难汲取更多了 最后 他享年一百六十岁 算是长寿之星 但和前世比起来 这个末法时代太寒酸了 不能修炼 接下来 十号又开始轮回 再次转世 至此 他不发一言 带着记忆去投胎 经历老化与死亡 他大多时间都很沉默 不发一言 直到有一事 他又陷入那地狱中 又一次听到了无情的声音 道 数次转世 你有何感念 黄泉果 你很变态 十号说出这句话 终于 世界混乱了 天地崩开 岩浆喷发 将十号从地狱冲击了出来 十号苏醒了 站在三株金光璀璨的植物镜前 这里神圣霞光普照 灿烂而圣洁 几枚黄泉果实挂在上面 大梦一场 十号感叹 同时心中充满喜悦 因为他的元神力激增 强了一大截 这种元神在天神镜怎么拥有 他无比满足 但是 很快的他双眼神光暴涨 而后瞳孔急昼收缩 呼吸一下子急促了 在地低头的沙纳 他看到了掌心有些图案 很小 但却很真实 四块图都是轮回应 这是怎么了 十号大叫 这根在轮回之地转世前 被打上的烙印一般无二 每一次一道轮回应 现在 他的掌心中一共有四道 而他在那真实的梦境中 曾四十轮回转生 在这一纪元的古书中 有模糊的记载 而在先古的玉石天书中 更有一些阐释 曾有人说 有轮回 只是不是人人可以进行 只有少数绝代天骄 有机会转世 个别人有轮回应可以证明 只是 很少人能摩刻下那种印记 第1295章 英灵长眠地 左掌心内四道印记 都不是很大 但却很繁复 如同深邃的星空 又如轮回生死盘 浓缩而成 四道轮回应 非常的糊 但很真实 十号呆呆发愣 这是怎么了 他所经历的是真的吗 但为何 现在又完好的站在了这里 此生未变 一瞬间 他想到了很多 在这里一动也不动 如同石化在了岁月中 有记得 他修第二道仙气时 险些身死倒消 原神离体 进入一片黑暗牢笼 在那里看到了很多 被关押的神秘原神 甚至 恍惚间 他在那片黑暗之地 看到了轮回转生 一刹那的回身 一瞬间的凝神 就是一次前世今生 十号地狱柱 心中涌起了惊涛骇浪 轮回 转世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让无数天骄迷茫 万古无解 谁都难以说清楚 一般人很好迷惑 有些人迷信 认为肯定有天界与地狱 有前世今生 但修士怎么会相信这些呢 越强大的人越相信自己 而不相信所谓的天命 所谓的冥冥中的注定 修士逆乾坤而行 就是要扭转因果 逆天改命 不然的话 修士何以能长生 寿命远超过普通人 只是 无尽光阴流转 悠悠千古失去 却始终无人可道破轮回真谛 不确信是否真的有 说他没有 可是有时候 个别人身上会有魂种复苏 比如说青衣 还有的天骄身上 会有轮回印记显化 比如此季的时候 说有轮回 可是又无最直接的证据 谁能言某某是古代 迎落的真仙转世 也许 轮回只是某段光阴的烙印 是神忧太虚实的一段奇异旅程 是原神离体后的一段虚幻经历 十号琢磨着 陈思柱 总结柱 他唯独不太想去私存 真正意义上的前世 今生 未来 因为这跟他观念冲突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抬起头来 从这种沉寂的状态中行转 我刚才出神的半课中 心中不宁静 觉得此时所有经历 都在过去曾经发生过 这是否也算是一种轮回 十号自嘲地笑了笑 有时候 他觉得正在做的事 曾经发生过 似曾相识 这是否真的该算是某种回轮 他摇了摇头 这不是他现在该追究的秘密 那是真仙涉足的领域 唯有自身可以长久于天地中 再去揣摩生死轮转 才有意义 他现在要做的只是变强 原神力真的很惊人 十号自语 连他自己都赞叹不已 一般的天神 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原神 十号站在原地不动 眉心发光 一个小人脉步 从峨谷走了出来 神盲万道 射出万缕霞光 锐气缭绕 无与伦比的神圣与超然 他站在十号的眉心前 如同一轮小太阳在发光 绝对是天神镜中的至尊 国往今来 这个境界没有几人的原神 可与之相比 无形中 他有一种大威严 除此之外 这个拳头高的原神上 还有各种古文 密密麻麻 形成了一副天然的假咒 将它护在中心 原始真解十号字语 这些纹络是原始真解的古文 如今跟他的原神凝结在一体 化作无上甲咒 原神回归头颅中 十号精气神饱满 攀升到了到目前位置的最高峰 无论是肉身还是精神 十号都已经站在自己的武道巅峰上 如果再遇到九幽傲 他坚信不会站得那么艰苦 现在 他有信心横推敌手 如今在天神镜还有敌马 十号取出一个很羊之白玉小顶 采摘剩余的黄泉果 第一珠上早已空了 被黄泉虫吃光第二珠上原本有三颗果实 但已经被他吃下一颗 第三珠上还有五颗金色的果实 七颗果实金黄透亮 带着醉人的芬芳 但是却也极度危险 谁能想到 浮食下一颗后 居然如同轮回 一个弄不好 就会让人沉沦在当中 永远无法自拔 难以清醒过来 直至现在 十号依旧在怀疑那究竟是梦还是真实的 因为手上的四道轮回印记太醒目了 实实在提醒着他 他并未服侍第二颗 因为大长老嘱咐过 黄泉果吃一颗足矣 再多吃也无效了 剩余七颗可以送人 但是得为他们护法 不然容易出大问题 十号说道 他转身离开了这里 他没有挖三珠果树 因为带离这里也栽不活 他曾听闻 生长有黄泉果的地方 一定是极阴之地 恐不知极 这意味住 必然是尸骨千万的地方 而此地之所以圣洁 是因为这里的尸骨 不是一般的生灵 多半为先尸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却有奇效 无论是这里 还是不远处的山谷 都有几具一丝真仙的遗体 可惜以我现在的本领 难以接近十号说 不然的话 他不介意当一回掘墓人 看一看那志强的生灵身上 是否有仙道宝物遗留 他沿着原路走了一段 然后又改变路径 在这片丘陵的寻觅 看一看是否还有其他的机缘 毕竟此地名为仙丘 不久后 他来到一处石灵区域 乱世林立 有的如同天剑 直插向天 有的如同老牛横卧 阻挡前路 有的如棋棚展翅 雾立在前 而且 这块区域有丝举履的仙物 让人忍不住清静 十号走了进来 凭着感觉走 追寻向前 最后来到了石灵最深处 这里有一座石山 不是很高 但是却有一股雄浑大气 咦 又是那个老农 十号见到了早先看到的 那个老农 也再次徘徊 不过这次对方没有出声 他像是在聆听什么道音 再次误导 十号也听到了 有阵阵诵经声传出 而且不是一个人在诵经 很扳杂 甚至很吵闹 经文不绝 整座山体都染上了一层奇异的光彩 刷的一声 十号腾空而起 来到石山上 向山后眺望 而后头皮一阵发麻 急速后退 这石山的背后 阴雾笼罩 一片昏暗 但也夹杂住一缕鲜物 在那里鬼影超超 各种生灵皆有 在黑暗雨昏尘中 他们低吼住 咆哮着 同时 一些非常的生灵 在盘坐 一动不动 在那里诵经 在这种生灵的周围 有很多追随者 跟住坐下来 感悟其惊异 阴零 这么多的阴灵 密密麻麻 如同石山谷海般 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大多数阴灵 都是残碎的 只有那些盘坐下来 讲经的强大阴灵 才完好 与其说是讲经说法 不如说是显化大神通 降伏手下 这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 十号心中震动 若是有朝一日 将这些阴灵放出去 天地都要变色 你仔细看 在最后方 有几头阴灵 都变成了金色 没有阴气了 比生前都弱不了几分 老农出现 在十号身边 这样说道 十号睁开天眼 果然看到了阴雾中 密集的阴灵深处 有几点金光 灿烂夺目 如同夜空中燃烧着的太阳 这让他心中悸动 神魂都快僵固了 那几个生灵太强大了 前所未见 带着仙道气息 而非死气 这些阴灵太强了 如果他们离开此地的话 谁能阻挡 十号打来的冷战 别说那几个带住金光的阴灵 就是其他手脚残缺的 一旦冲过来 都难以善了 不止十号可能会死在这里 就是世间都要出大乱子 老农开口 道 这里名为仙丘 其实是古葬地 大战后埋下了太多的生灵 步伐真仙 有些化成了阴灵 造成此地景象恐怖 不过有一点倒不用担心 他们暂时走脱步了 因为这里有风意 十号藤月上更高的天空 果然见到了石山的另一侧 贴着一张发黄的纸 生面刻写着一个仙古文字 风 一张陈旧的纸而已 风吹雨打 都发黄了 竟还有这么大的威力 镇压了这底无穷的阴灵 没有人可以于月雷迟一步 有人好像说过 后世有缘人 可以来此揭开封印 带走这批阴灵去参战 只是要小心一些 一个弄不好便敌我不分 阴灵荼毒事件老浓缩 它是被人画在石壁上的 后来才诞生灵智 并不能全部知晓过去的事 但是透露出的这些东西 就足以惊世了 十号呆呆出神 看住那无尽阴灵 其中几个金色的光团 无比恐怖 那些东西如果出事 绝对的可怕 舍此之外 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 告诉过我 让我转告给后来者 在这片古地之下 还沉睡着更为恐怖的 至尊老农进一步说道 十号后的回头 看向他 心中更不能宁静了 据说 应该是阴灵中的无上强者 在仙古纪元时 就已经成为至尊阴灵 其真正的前身 久远的无法想象 老农神色凝重 告诉他 这里的阴灵 是一把双刃剑 我记住了 十号说道 如果有选择 他不愿来此 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他也会义无反顾地降临 接掉封印 十号转身离去 没有在此聆听 那些杂乱的经文 对他没有太大的意义 再见 我去修行 以身为重 一定要成功 十号决定返回天神书院 离开仙丘 开启自己的涅槃之路 第1296章乱时代 回来的路很顺利 在途中 十号见到了一些熟人 例如玄坤 王熙 妖月等人 还有两院的强大修士 他回来了 时间还充裕 难道说 他得到了仙丘里面的辟邪神竹 仙院的一名天才低语 目光闪烁 其他人文言都一起看来 心中颇不宁静 他们费心费力 一同出手 再闯进山门并来到这里 而对方居然很轻松 要离开了 道兄 可有收获圣院的一人 带着笑容问道 十号瞥了他一眼 回应 略有所获 该不会真的寻到辟邪神竹了吧 妖月公主 谋波流转 原本轻力如仙 但现在却有点小妩媚 十号笑而不语 没有回应 但这却引发了众人的怀疑 每一个人都露出一色 内心相当的不平衡 你该不会真的发现辟邪神竹 并采摘到手了吧 仙院的一位年轻男子 神色凝重地问道 十号没有回答 转身离去 这些他没有必要告诉众人 站住 被无视后 仙院的那男子有些愤怒 高声呵斥道 十号不理会 继续往前走 眼看就要走出山门了 是 那个年轻人抬手间 掌心射出一道剑气 分为五色 带着金木水火土的气息 这种五行神剑 是一种古神通 不过 五色剑气并不是斩向十号 而是落在他旁边的一块巨石上 先是斩成两半 然后那巨石又化成粉末 剑气如红 可以裂苍穹 你什么意思 十号转过身来 看住他 淡淡地问 所有人都心头一跳 因为十号的战绩太惊人 战败九幽熬后 隐隐有目前天神镜第一人的架势 有几人敢惹 更强大的棋早就突破了 身在教主之列 在那里等待荒呢 而今没有几个天神敢挑衅他 道友别误会 这位师兄性情过于耿直 刚才有些激动了仙院的另一人急忙解释 而那个年轻人也警醒了过来 身体有些发寒 他觉得太冲动了 平日间仙院弟子的确可以高高在上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礼尽 但是这个人不同 是一个魔星 这个荒分明能去仙院与圣院 但却由于两院长老不能给予他足够的优待 一怒之下 全不起之 对于这样一个可以轻慢仙院 圣院的天纵人物 他还真没胆量挑衅 不敢言语不尽 故此 当那年轻人醒悟后 觉得一阵后怕 秀 十号出手 一箭横空 快到不可思议 斩掉了年轻人束发的金冠 并有一缕发丝纷纷扬扬飘落而下 你 这个年轻人脸色发白 想说什么 但是被旁边的人拉住了手臂 直接闭口不语了 不要轻易将剑对准一个人 不然会让我误会 你要对我开战 十号扫了他一眼 而后转身离去 一群人半赏无言 荒的风格依旧没有变 丝毫在意两院的威严 谁敢招惹他 哪怕是两院长老的青传弟子 都要教训 知足吧 没有对你真正出手 就不错了旁边的艺人劝导 年轻人面色苍白 重重冷哼了一声 真是敢怒不敢言 他的三道仙气 虽然是长生家族的长辈 耗费无尽心力造就的 是被赐予的 但不管怎样说 他也是一个拥有三道仙气的人 但是尊严 威严就是这么的被人践踏了 我就不相信 他没有一颗完美的种子 将来的成就 还会很惊人 年轻人冷笑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 荒需要一颗无瑕的古种 才能配得上他的天纵之姿 可是两院并没有给他准备 他现在的处境很尴尬 一旦融合一般的种子 日后的成就可以预料 不足以被重视 你在骄傲 在自负 也只是局限于天神境 我在更高一个境界等你 同为教主及人物 我看你还拿什么来炫耀 年轻人声音很冷 但却说得很畅快 当然 主要也是因为十号远去了 突破山门的能量屏障 已经离开 不过众人也都点头 慌别说拥有阴阳种 世界输幼苗等 就连一颗稍差一线的稻种 都拿不出 日后想要跟最顶级的人争锋 难度太大了 无论是小天王 还是其他几人 都融合了无上古种 原本就傲视同代 所向无敌 现在更加没有瑕疵了 真正的道心合一 天上地下无亢守 可惜了 他没有选择投靠一个长生家族 也许将泯然众人 以王熙也开口 他也认为十号的前路堪忧 失去了竞逐年轻一辈 第一人的资格 因为既然选择了古法 就需要一枚最宝贵的种子 可是他没有 无 说不定天神书院也有古种呢 有人想生到 从古至今 完美的种子极为稀少 差不多是个定数 几颗古种先后重见天日 被挖掘了出来 他还能去哪里找 的确可惜了 妖月公主也这般说道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 十号的前路注定坎坷 将失去原先的所有光彩 不能成为日后的传奇 人们知道 他处在了人生蜕变的 最关键时刻 但是却很难有悬念了 若无意外的话 从此之后 将是他下坡路 就是他得到了辟邪神主 也无大用 即使锤炼出天下 第一强悍的精神 也挡不住 仙法轻轻易服 真正融合完美先众的人 将来道法无双 可破灭一切法体 有人冷笑道 没有人看好十号的未来 尽管现在对他很忌惮 但只要突破天神镜 一切都会被改变 走了 他们继续前进 将要寻找辟邪神主 等一天的机缘 在回程的路上 十号见到了一些故人 发现曹宇生最为悠闲 从对抗英灵的状态中醒来 不断主动寻觅 那些古战魂 居然在偷师 他拥有奇异的手段 能观摩英灵记忆 学习他们的古法 这就是黄泉果 曹宇生没敢吃 因为听到十号说的经过后 他觉得毛骨悚然 莫名其妙地经历四场轮回 那样的逼真 对他的冲击很大 他决定先将那枚果实收起 日后请教圣运的老怪物 或者带给他在下界的师父去看 然后再服食 我吃 恰巧 他因玉兔蹦跌过来 没有听到他们前面的对话 只以为是一颗神果 就抢了过去 坑是一口吃掉 真是美味啊 我最喜欢吃素了 小兔子瞪着红宝石般的大眼 甩着一头银色的奇妖长发 精致如此娃娃般的小脸上 写满了开心与喜悦 但紧接住 他又迷惘了 然后一动也不动 陷入寂灭中 神魂呢 怎么不见了 曹宇生大叫 小兔子身体僵硬 体内原神不见 魂魄消失了 只留下一具肉壳 他怀中的麒麟右手嗷嗷直叫 显然也被吓住了 连原神都消失了 这可以意味住一个人死掉了 太霸道了 十号神色严肃 这是他第一次观察一个人 浮尸黄泉果后的后果 就在刚才的沙纳间 太隐约间感觉到 好像虚空被撕开了一角 似有一片黑暗区域一闪而过 但他不能确定所见到的是否为真 不管怎么说 小兔子的原神不见了 这很严重 难道这黄泉果真能带一个人去轮回 十号自语 他跟曹宇生守在这里 不敢离开半步 甚至不敢动小兔子一下 怕引发意外 就这样过了一天一夜 太阴玉兔如同雕刻出来的少女一般 精致而美丽 白皙的肌肤跟雪白瓷器般 但就是没有精神器 一动不能动 终于 午时 阳气最重的时刻 改变了 一瞬间 黑暗笼罩此地 小兔子的肉身模糊了 消失了 十号跟曹宇生想阻止 却来不及 并且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了出去 小兔子在那里消失不见了 哪去了 曹宇生喝道 很快 黑暗消失 小兔子的美丽肉体浮现 依旧站在原地 并且她长长的睫毛速速颤动 而后 睁开了眼睛 她很迷茫 有点发傻 站在那里 不知所措 醒来 十号呼唤 将她从某种状态中拉出 让她的神识恢复 你经历了什么 见到了什么 曹宇生追问 小兔子看到眼前两人 依旧有点发目 显然刚才的经历 注视下她不轻 张了张嘴 才熬得一声大叫 道 吓死我了 一个破盘子 好像要送我往生 奇怪 我 怎么都不记得了 只有一点模糊印象 十号急忙拉起她的一只手 查看是否有轮回印记 结果却发现空空如也 你自己检查 看看身上是否多了一块印记 十号道 这里 小兔子指向右小腿 掀起裙摆 洁白如玉的小腿上 有一块伤痕 像是烫伤般 很模糊 太阴玉兔大怒 说 谁在暗算我 想给我毁容 十号精益 这是一块伤痕 像是强行抹出了什么 故此看不到 是否有轮回印记 那里存在一股奇异的力量 将一切消掉了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十号问 好像是转世 在那轮回的路上 我记得看到一口顶 以各种仙境混住而成 闪耀九色光彩 还有万物母气流转 顶上沾满了血 不断躺落 它冲出时间 还有乾坤的桎梏 这么拖出来 我好像看到了一些画面 都是大战的场景 可怕的不可想象 而且我好像还在顶中 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似曾相识 像是在哪里见过 但一时想不起来 小兔子一口气 说出很多话 让十号心中又惊又震 这一切太诡异了 小兔子的轮回 跟它不太一样 它见到的顶 让十号心中颤抖 因为它知道那口顶 不属于现在 不属于过去 归根究底 这一纪元太诡异了 牵扯到了太多的东西 有仙谷以前的 还有后世的 掺杂了太多的力量 纠结在一起 让这天地都有些乱了 用神念给我清晰地映照出来 让我来看一看 十号说道 它想看一看小兔子的经历 第1297章竹目 轰 一口大顶 红大无边 顶口内混沌气蒸腾 让它显得异常深邃 像是一方浩瀚的宇宙 没错 在当中 有各种星河 与太阳神星在闪烁 点缀在那里 深埋顶口内的混沌中 让它越发显得灰红与磅礴 这口顶 十号双目神光暴涨 这它是透过小兔子的神石 所看到的景象 是它曾经所见的那口顶 只不过此季更为惊人 它显化出本体 沉在宇宙中 像是可以吞下无边的星星 每次见到这口顶 十号都会心中不宁 总觉得将来它们之间 会发生非同寻常的事 彼此有大因果 那个女人 十号忽然发现 在那大顶的后方 有一个白衣女子 风华绝带 双手正在解法印 将大顶打了过来 她的身体有些模糊 脸上有一张青铜面具 带着泪痕 还有血迹 是那样的让人印象深刻 心都跟着未知惊颤 是它 十号曾跟随天神书院众人 前往仙家战场遗迹 曾进入一片奇异之地 在那里见到一个盘坐于万古前 巨头要出手镇杀当时奇才 结果时间长和下游 有一个疯姿绝诗的女子出手 阻止了她 正是大顶后方这个女子 居然是她在驾驭此顶 咦 还有人 十号又见到了三道模糊的身影 都是男子 其中一人更是站在一口大钟上 催出中波 时间连一浩瀚 如大海般汹涌 注入前方的顶中 是他们在将这口顶打来 急速而至 那顶满是血迹 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一场战斗 贯通大世界屏障 渡过时间长河 恐怖无边 沿途遭遇诸多阻击 但依旧直冲而来 轰 最后一阵 大顶消失 小兔子清醒了 十号并没有在其神石中 看到那个盘坐于顶中的女子 却看到了顶后出手的几人 这很诡异 难以说清 分明是小兔子的神石捕捉到的画面 结果十号看到的却与他不同 这没道理啊 小兔子怪叫 因为十号所描述的 跟他自己见到的不一样 你再想一想 还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十号询问 这件事非同寻常 两人所见不一样 让人不解 我都忘了小兔子很不好意思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都已遗忘 就算元神曾经如同转世 经历了大梦一场 都不记得了 再想想 十号神色严肃 有些声音 伴着这口大顶飞来 它发光 奇音模糊而久 如同在世界的尽头传来 好像是 小兔子努力回想 皱着眉头 很是痛苦 在深层次的石海中寻觅 他像是在跟我交流 说有一个人 迈过众生的尸骨 踏过诸天万界的残骸 独自穿行过黑暗区域 漂流过戒海 化解万古诡异与不祥 那是一个人姑娘的旅程 一个人独自血战 他们想问那个人的所有 小兔子说着说着居然哭了 道 我本应该想起来一些才对 当时很伤心 分明听到了重要的事 但是现在 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他越是挣扎 想从石海深处看到什么 但越发的无用 到最后一片混沌 什么都不可见了 石浩尝试 进入奇石海 仔细探究那段经历 但是依旧无所获 因为那里一片迷蒙 有时光的力量 曹玉生也想尝试 相助石浩 算了石浩摇头 他轻声一探 到颠倒乾坤 扰乱阴阳 紊乱时间 那些印记不能久悠 我们是看不到的最为关键的是 与时间长和相悖 与光阴矛盾 故此那段印记不存在了 你们还要进仙秋吗 石浩问 算了 既然机缘都被你送出来了 我们还进去做什么 曹玉生的脸皮相当的厚 石浩将辟邪神竹的宝叶 给了他们一些 黄泉果送了一颗给曹玉生 然后一起向回赶路 期间也看到了孤剑云等 也送出一些神叶 那个人是慌 离开仙秋秘境 来到大山之巅 许多人都低声惊呼 自然都认识他 此时 山顶那座悬空的金色的古庙 已经消失 所有的战神烙印都已经散开了 不见踪影 年轻人 你真不考虑来我仙院吗 那里才是你蜕变的造化之地啊 仙院的一位老头子说 没有完美的古种 我去那里意义不大 十号回应 那就去我圣院 圣院的一位老怪物招揽 十号笑了 有点苦涩 有点无奈 圣院的老头子们早有了决断 天脚椅的励志级静穴 还有其他石胸精穴早就分配光了 他去了又如何 一切大纪元早已没他的份 两院培养的几位爵士奇才 占用了所有的造化 他去了的话 也不会向他倾斜资源 两院所留下的最后的先缘 最后的造化 只有两三个名额的量 已经内定给长生世家培养的接班人了 几位前辈再见 十号毫不犹豫的下山 速度非常快 逐渐消失 了不得啊 这座山有十万台阶 散发磅礴压力 可以碾碎天神 他居然这么轻松的就下去了 肉身得有多么强 一位老怪物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自认为年轻时 远没有这种本领 跟十号相比 差距十分巨大 有些人后悔了 放过这样一个奇才 丢在天神书院 愿他自生自灭 随意的突破 这真的不可惜吗 那几个决策者多半会懊悔的 我有一种预感 这个荒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潜力巨大 比那几个重点培养的种子及生灵 可能还厉害 一位老怪物暗中说道 神色凝重 十号上山时花了许多天 可下来时却风驰电掣般 片刻间就到了山脚下 因为经历过辟邪神竹 洁白之夜的洗礼 以及他在那里悟到 其肉体更加坚韧 这山体透发出的符文与压力 对他失效了 十号远去 离开这片区域 直直地赶往天神书院 在山上 一群人都在讨论 一些年轻的天才也已经返回 来到了山顶 哎 可惜啊 别说最古老的那株辟邪神竹 就是普通的一株都没有见到 算了吧 别这样说 辟邪神竹在此地只有几株 树林最小的都数以万年了 从没有普通一说 荒真的采摘到最古的辟邪神竹了吗 真是不可想象啊 那得是多么大的造化 据传自古至今都没有几人 看到过那颗竹子 他们惋惜 都觉得很遗憾 当然对十号也充满了极度羡慕恨恨 实在有点不甘心 无妨 即便荒得到了最古的辟邪神竹的枝叶 又能如何 他在天神境无敌 却不代表他可以在更高层次的领域中 所向披你须知 想要在下一个境界成为绝顶人物 须及一颗保重突破 他有吗 不错 日后的天下 他不会是天地间的主角 只能将另外几人衬托得高不可攀 没有一颗无瑕的天种 他是不会有作为的 在叫主机 强者争霸中 多半见到不到他的身影了 结局已经注定 嘿 下一个大境界见 我看他是否还能俯瞰众强 如果不能 就老实地折服吧 不然的话 想找他报仇的人会很多 许多人冷笑 因为十号曾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 特别是一些曾经跟他对立的人 如今更是觉得快慰 十号远去 不用想也知道 有些人等着看他的笑话 都知道他没有寻到合适的道种 以身为重 马上开启吧 他自言自语住 多日后返回了天神书院 去见大长老 书院安静了很多 因为出色的人都走了 或进入了仙院 或进入了圣院 你做得很好 大长老肯定了十号的此番历练 在一座灵山下 大长老早已准备好几个药池 他在助手布置 旁边还有几口大顶 煮着老药 流光溢彩 一股芬芳 一股难以割舍的药香 迎面扑来 接下来的时间很难把握 最短要几个月 最长的药 也许就是十年以上 大长老神情无比的严肃 我知道 十号点头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想要做出突破 他取出辟邪神竹 还有黄泉果 因为大长老熬炼药草食 也许还会用到一些 你可紧张 外界很多人都在关注 要看你如何融合道众 看你能走到哪一步 大长老大长老十分严肃与郑重地说道 这是一个事实 可以料想 只要十号一闭关 书院想保守秘密都不能 留下来的弟子一定要将消息传出 十号如今风透之近 少有人可比 许多人都知道 他没有无暇保重 究竟会如何取舍 会有怎样的成就 不少人都在等着看笑话呢 事实上 就在当日 十号才开始助手准备 消息就已经泄露了 一些长生家族 还有两院的天才们 都得到了讯息 荒药闭关了 无 真想知道 他是否还能风云再起 天神境他是无敌的 下一步呢 他如何去走 嘿 终于要开始了 是他没落的开始 还是突然走向辉煌 拭目以待 第一千二百九十八张 头皮发麻的蜕变路 十号还没有真正闭关 就已经引人瞩目 我在等你出关 还能那么强势吗 千万别掉队 不然你会很凄惨 体验到被人抬手间 就镇压的滋味 有人咬牙切齿 慌 你没有无上谷种 没有惊世的天脚以穴 你拿什么来竞争 我看你还能如何保持辉煌 哈哈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熬过天神领域 我们 在教主层次相见 看一看谁能笑到最后 真的很期待啊 我都等不及了 一些敌视十号的人 全都在等待 结果天神镜的十号 如同一座大山 压在他们的心上 没有几人可以匹敌 他们蹊跡 在更高领域实现逆转 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是十号的天下了 也许将是他们俯视十号了 所有人都知道 他的这次闭关充满坎 其实很多人也都很好奇 慌在没有无上天众的情况下 何以赶去突破 就不败毁了自己的路吗 要知道 开弓没有回头剑 一旦他做出选择 就没有退路 要么成功 要么半费 甚至是死亡 十号 你究竟选择了怎样的路 希望你一切安好 也有人在为十号担心 比如轻衣 他们都有忧虑 十号就这样突兀的闭关了 没有谷种 该如何前进 他应该不会陨落 我总觉得 他跟我那个成天昏昏沉沉 在大睡中的师父口中说的 那个人很像曹羽生小生道 外界 议论纷纷 但天神书院中却很宁静 十号早已做好了所有准备 将自身调整到了 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峰状态 每一寸肌肤都晶莹发光 喷吐锐霞 他精神饱满 元神的旺盛的生机 化成一股银色烈焰从眉心中窜出 非常的赤盛 最后这股精神焰火又凝聚成一个小人 悬在那里 大长老相当的惊讶 说 你的元神外泄出的生机之火都已经能够如此 简直可以再造一个元神了 这时候 地上的几个药池子都晾起了涟漪 当中全都是各种西式神药与矿料 比如说天神树的叶子 八真旗 鲜血兴沙 任何一种都价值连城 一旦流露到外界去 一定会让人眼睛发红 令各路强者要为之生死搏杀 先进第一个药池 大长老说 十号坐了进去 药香扑鼻 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 滚烫的药汁刺激他的身体在站立 这可真不是一般的烫 跟铁水一般 让十号都在刺牙咧嘴 就他目前的肉壳而言 连神兵利刃都难以伤身 是鲜血兴沙 十号有点眼韵 这不是一般的药液 那是一种沙子融化后的产物 落在了他的身上 比岩浆温度还要高 据传 这种兴沙天地间罕见 是战死的鲜血洒落宇宙 染红一些星辰碎块所流 随着时间推移 只有一点精华留下 化成磕磕 金银剔透的沙粒 这沙粒是被大长老 以一口青色的大顶融化掉的 如今正在荡成汤汁 向住十号头上盗取 让他无言 也太暴力了 如果是寻常的神奇 早就被烧废了 化成骷髅骨 阴润剔透的沙粒融化后 化成了赤红色的液体 发出冲销的光滑 真的如同仙的血液 在流淌一般 它有淡淡的血腥味 也有一种芬芳 看来 传言是真的 此沙的确是以先制血液 浸染而成大长老 自言自语 十号呲牙 这滋味可真不好受 被人用比岩浆炽热 也不知道多少倍的液体临头 这简直是在杀戮啊 从这里可以看出 它的体魄多么的坚韧 连发丝都没有被化掉 盈盈发光 体有灿霞流转 吸收鲜血新沙的精华 若是真正的鲜血 这样浇在你身上 肯定早已将你化成了浓血 什么都剩不下 还好经过新沙汲取 又历经无穷岁月温养 消掉了沙气 只留下一点精华 如此才能被你所用 大长老感叹 这东西太金贵了 用一点少一点 雨内可没有多少了 很奇怪 这么高的温度 是红色的新沙液体 落入药池中 并没有毁掉其他药物 反而交融在一起 越发浓香了 十号怀疑 不是温度过高 让它感觉剧痛 而是鲜血残留的一点精华 在斩气机体 就这样 它忍住剧痛 在第一药池中沉浮 身体如同刀割般 被不断地淬炼 到了最后 大长老甚至取来一柄大刀 对住他看 十号的脸都快绿了 大长老何等的功力 一刀下来 还不让他形神俱灭吗 放心 我会控制好力道 你赶紧动用锤骨法 大长老提醒 啪 下一刻 十号知道了什么叫痛彻骨髓 大长老一刀斩下来 刀气茫茫 随烂如银河坠落 扑天盖地而下 但却不伤他的肌肤 全部斩进骨骼中 这种力道的控制 还有技巧的显现 让人叹为观止 十号当即一声闷哼 真的很疼 也不知道有多少根骨头 被劈开了 露出骨髓 让他直冒冷汗 不久前 在辟邪神竹那里的 痛苦经历又重现了 我再检验你的成果 看看你在仙丘的收获 是否足够 茶漏不缺 帮你真挚完美 大长老说 能不完美吗 连天神术的枝叶 八针旗 鲜血星纱都用上了 以这样的东西磨练躯体 想不坚韧都不行 十号的悲惨生活开始 被重新系练躯体 起初他还一声不吭 到了最后 随着大长老 以刀气斩他骨髓 断其经脉 百般摧残 不断以药液淬炼 终于让他忍不住 低声咆哮起来 这个时段 持续了十日 而后 大长老让他盘坐在一口顶中 洒落一些 辟邪神竹的液体 一天一夜后 十号龙金虎猛 经此一番锤炼 体质比以前还要强一节 这是要让天神战教主吗 十号真的有强大的自信 如今虽然境界还在天神领域 但现在却有一战 更强者的冲动 进第二口要吃 大长老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只向第二口 银银灿灿的石子 那里白雾蒸腾 十号进入 立刻一阵寒毛倒树 在当中 泡着的可不仅是多种药物 还有各种虫子 全都是洪荒一种 拥有剧毒 在白雾的下方 那液体虽灿烂 但是一看就很可怕 并不神圣 色彩斑斓 腥味扑鼻 密密麻麻的虫子 让人发散 同时 旁边一口顶已经烧废 里面的枝叶不断溅起 当中各种神虫更是稀罕 有的还活着呢 需要以神顶熬炼 十号头皮都有点发麻 但却默默地待在里面 哗的一声 大长老将大顶中的液体 还有虫子倒了下来 全部淋在他的身上 落在第二口要吃中 活的 十号感觉到了 从大顶中倾泻下来的 液体内的虫子 没有一个是死的 全都附住在他身上 开始啃咬 睁开眼的一刹那 满身的白蝎子 尾巴都刺向十号的肌肤 那钩子风锐的下人 比之神兵利器还要坚硬 大长老贺道 别抵抗 让他们刺进去 千万不要震死他们 这可是白玉蝎 珍贵而罕见 都是血统高贵的稀有生物 十号无言 还要主动配合 让 这些蝎子刺他 下一刻 他全身放松 不然的话 可能会震死这些白玉蝎 这些东西 尽管有不少都达到了神级 但依旧会被天神镜的 十号的肉身震裂 啊 十号一声惨叫 这蝎子剧毒无比 他全身上下 除却眼睛外 都被白蝎子覆盖了 也不知道有多少根蝎子尾巴 刺穿奇肌肤 满身都是蝎子 被刺中 挂满了躯体 如动而动 让人惊悚 如果是女人早已尖叫 忍不住呕吐了 还好 十号作为一个神经大条的人 不怎么在乎 因为他还吃过蝎子肉呢 只是 那种剧痛 还有密密麻麻的凌乱感觉 依旧让他很不舒服 关键是疼痛 这绝对能折死一般的天神 因为这是神级的毒虫 这么多聚集在一起 想不恐怖都不行 不久后 白蝎子油白变得赤红 那是十号的血尽染的 最后毒血回归 重返十号的体内 他忍不住翻腾 闷横出声 啊 最后 他大叫了起来 被这种万毒之虫顶穿躯体 简直不可忍受 毒血回归后 快要腐蚀进他的五脏六腑 与全身血肉了 他动用锤骨法 四肢百孩 跟炒豆子似的 霹里啪啦响个不停 他们在造血 冲洗全身经脉 使头骨也不例外 铿锵作响 再造天神血 终于 一天一夜后 十号结束了这种折磨 所有的天蝎都死掉了 毒虫精华溃散 但紧接住 十号一阵眼前发黑 因为密密麻麻的蜈蚣出现了 都是金色的 长着翅膀 从大顶中出倾泻而下 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这么多蜈蚣 一起游动 爬满每一寸部位 十号都觉得肌肤发寒 接着剧痛再次袭来 长老需要这样淬炼肉身吗 他有点忍不住了 当然需要熬炼筋骨皮 需要以各种凶恶手段进行 经历所有磨难 才能检验是否为真精 未来不需要温室里的豆芽菜 现实会比这险恶一万倍 大长老很平淡地说道 就这样 整整十天十夜 十号被十种最可怕的毒虫折磨 死去活来 最后又以神药液浸泡 恢复肉身 果然 效果极佳 十种毒虫本就是天地间的瑰宝 是熬炼身体用的最高等级的天才 现在配合各种神药 果然起到了惊人的作用 长老 我什么时候可以以身为重 十号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随时可以进行蜕变了 你已经在途中 虽然还没有进行那关键性的一步 但是已在路上想以身为重 自然需要在各方面攀升到极巅 成为天神境最强者 不然合一有成功的希望 大长老很严肃 这二十几天来 外界发生了一些惊人的事 大消息 仙院的一位爵士奇才突破了 融合一颗无瑕的古种 实现了一次生命高层次的涅槃 他成功了 被称作完美进化 没有一点的瑕疵 无敌之自今是 无 圣院也有人成功融合 天脚蚁的荔极 净穴 还有凤凰的涅槃精穴 并且前无古人 将石洞天融合归一 在体内刻下先天混沌杀阵 生命层次在本质上升华了 外界 一些惊人的消息传来 陆续有人突破天神境 达到了更高的领域 实现最完美无缺的进化 震惊世间 而此时的慌 他究竟怎么样啊 所有人都在等待 不少人冷笑 没有无上天众 他如何去与那些人相比 注定要尝尽败过 第1299章千锤百炼 一个月了 还是没有慌的消息 依旧未出关 两个月了 天神书院那区域 依旧被大阵遮拢 没有任何变化 不曾有什么讯息传出 外界 有些人嘴角翘起 忍不住笑了 觉得慌多半凶多吉少 失败大于成功 两个月过去了 还没出关 这是在做什么 跟女人一般生产吗 哈哈 县院有无上谷中的人 都相继大涅盘了 从生死关中走出 慌 没有一颗完美的种子 还在做官 还在坚持 说出去真是可笑 两个月逝去 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这种无声无息 引起了外界的一些 风言风语 部分人在嘲讽 许多人认为 他这样的闭关 算是失败了 没有契合自身天赋的道种 便无逆天改命的机会 他拿什么来突破 根本没有办法崛起 以他的资质 成为一位较强的教主 应该毫无问题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他不会甘心 早有消息传出 他一直在备战 要一举成为绝顶人物 但这很不现实 修古法 他没有适合的古种 走经试法的路 他没有得到圣院的亲力支持 两院没有为他开启通天之门 三个月了 十号还是没有动静 天神书院深处 大长老的居所那里 薅草都长出来了 在灵气的滋润下 可谓是疯涨 到了一人多高 这里野草丛生 缺少人气 一副破败的景象 无人来打理 因为大长老曾吩咐 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免得惊扰正在闭关的时候 慌 真的能做出惊人的突破吗 肯定比一般的人强 但是他没有适合自身的种子 再想跟那些绝世妖孽比肩 已经不可能了 可惜 没有得到 两院的重视 慌注定要没落了 难以踏出一条极尽辉煌的道路 他将来会比我等强很多 远胜一般的天才 但是已经失去和两院 绝顶奇才竞争的资格就是 留在天神书院的一些学生 都有这样的看法 对他不再看好 因为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缺少两院相助 慌的前路没有了光明 本院的人尚且如此 就更不要说是外界了 一些曾经敌对的人在冷笑 静等住看十号的笑话 尤其是随着一位又一位强大的英杰出关 那些人的笑意越发的浓了 已经看到十号尝尽败骨的暗淡路 呵呵 我等着他出现 真是期待能够见到慌啊 有人呵呵淡笑 脸上的表情很平静 也有一些冰冷 在众人的猜测中 在某些人的敌意中 十号始终在闭关 此季 临山脚下 十号也不知道换了多少口药池 百般折磨 不断锤炼 从药玉到剧毒清洗 再到刀兵加身 无休无止 例如 他曾被大长老无情地用青铜绽毛挑起 毛风所向 他全身都是可评的创伤 千疮百孔 惨不忍睹 而后 再用药液为他洗礼 在此过程中 十号忍着剧痛 运转锤骨法 在地狱般的处境中修行 依照大长老所说 十号他们这一代看似精力很多 其实差远了 所遭受的磨难与苦楚有限 远远不够 全都是温室里的花朵 真正的动乱开启时 那将是人间炼狱 大战连天 时刻都会被伤病困扰 如果没有一具百炼金刚般的体魄 光是那种景象 都要将人吓得失去斗志 这不是故意折磨 而是真正在锤炼其筋骨皮 在锻造一具不灭的精神 让他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想要以身为重 没有一具完美的体魄 根本就不要妄想 不然的话 在中途就会解体 自身暴碎 这段时间以来 十号曾被神山砸得躯体锻裂 即进化成一 贪肉酱 更曾被万人兵解 削成白骨架 即便如此 大长老也一直在让十号运转锤骨发 强韧如十号的粗大神经 也差点崩溃 他咬牙坚持 不曾诉苦与嚎叫 唯有一路走到底 因为 大长老说 现在受苦是为了不久后的化碟 是为了完美的新生 大长老也曾经走过这条路 但是很可惜 他失败了 故此他对十号牵锤百炼 将它当成一块宝铁 要打磨成仙晶 一定要成功 历时三个月时 十号已经从魔力肉体 过渡到了锤炼精神 很显然后者更危险 过程中 大长老手段进出 刺激其精神 溶造其原神 不断地逼迫 压榨其潜力 第二原神 大长老对他抱有很大的期待 逼他锻造第二原神 因为他的精神力十分强 早已远超同境界的天神 银色的精神焰火熊熊燃烧 十号的第二原神在成长 到了最后栩栩如生 跟十号的第一原神一模一样 只是略小而已 这 大长老暗自吃惊 他只是想这个少年尝试而已 没有想到真的住出一个粗胎 他想用这一法门锻炼其神魂与精神 未曾料到 居然成功了 此时 十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两个自己 一心多用 很奇异 也很美妙 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心生 这样的话 他是否可以做很多事呢 只是 大长老接下来的一番话 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大到至简 为经为一 什么身外化身 什么傀儡元神 什么第二法体 什么第三无量身 都是弯路 都是短暂的辉煌 到最后都要被敲碎 被打破 只有一个本源的自己 才是真 唯一知道 所谓大到至简 不是说说而已 第二原神 身外化身等 都只是修炼路上的手段 而非要走下去的无上路 升天地间 我们自身也是一片天地 一方雏形宇宙 已经具备一切 我们要做的只是进化 极尽升华 超脱出来 然后登峰造极 塑造真我 而非化射天足 为自身加上什么额外的肢体 与神魂大长老很直白地说 他说的不一定是智力 但的确有其道理 或许限于生命层次 他还不是古来最强的真仙级高手 所说会有谬处 可大体是金贵的真言 不久后 十号的第二原神 被自己当成一堆神宴 焚烧自己的第一原神 火光腾腾 不断跃起 没入主原神内 第二原神成为了养料 壮大了主原神 可以说 从分化出第二原神 再到熔炼归一 这如同一种锻造 百般锤炼 精益求精 将原神视为一块铁胚 不断地淬炼 碾去神魄中的杂质 让他纯净无瑕 化作百炼金刚 万炼仙金 这不是结束 才是开始 断神法来自仙院 很明显那里的绝世天才 也进行过这样的蛻变 只是你要尽可能做得更好 进行得更多才行 大长老告诫 到了最后 大长老传授十号一些 叫奇特的古法 不再局限于仙院的那种秘术 他让十号将原神 铸成兵器 而非第二原神等 这很危险 但也很魔力自身的意志 是一条超绝之路 失败的话 当场死亡 留下一具 没有意识的肉壳 成功的话 精气神 会逐渐强壮起来 起初 主原神还在 手持以原神力 铸成的兵器 在那里舞动 紧向惊人 再后来 主原神都消失了 自身成为剑胎 化作金色绽毛 锤造成一口 无间不摧的天刀等 这十分惊人 千般塑造 万般淬炼 让原神反复锻造 聚其所谓的杂质 留下精华 进一步地壮大 十号忍不住颤声道 这不是平乱诀吗 那种号称 有史以来 最强三大剑诀之一的大法 在仙古纪元时 曾经杀的抑郁来犯者 血流成河 尸骨成山 平定了一个时代 而此法就是 以原神化剑胎 威力无穷 锁过之处 山崩海啸 星辰溃灭 什么都挡不住他的一击 只是残局而已 用来锻炼原神还行 想要进行攻击 那还远不够 这种神秘的大法 在仙古纪元时 都神秘莫测 想来单传 想要得到太难了 十号的原神 不断地魔力 越发地惊悍了 十分地强大 不久后 大长老取出一杆兵器 他火红如同冒铁般 形弱赤金简 共有十八个箭 砖打人的灵魂 这是一件灵魂武器 是为杀原神而造的 可想而知 十号接下来的历程 是多么的可怕 以原神对抗灵魂武器 这实在凶险到了极点 很有可能会被直接击毙 你的肉体可以对抗神兵力气 十分强大了 正在向不灭精神转化 原神也当如此才对 能够对抗魂器才好 大长老名言 抑郁有十分恐怖的魂器 当年这一届在仙谷末年的大败 就是因为对方出动诸多魂器 才让九天十地的生灵 遭受巨大的损失 其中 有几件无伤的魂器 更是斩杀真仙 灭掉了那个等界的一些 生灵的原神 震惊了这一届 十号文言 倒吸一口冷气 先是沉默 然后让大长老不断动用赤精简 攻向他的原神 他以赤裸的原神徒手对抗 看来平乱爵远比想象的珍贵啊 有朝一日 我不仅要肉身不灭 还要将原神修行到不坏那一步 不具任何攻击 十号神色正重 很明显 既然平乱爵可将原神锻造成兵器 杀敌无数 斩灭一切阻挡 那么肯定是让原神兼顾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连攻击都如此的犀利无敌 就更不要说被动的防御魂器了 那是一种无上古法 四个月过去了 十号没有出关 五个月过去了 天神书院还是很宁静 半年过去了 外界一些人摇头 一个没有希望的天才闭关这么久 能有什么惊喜 五 仙院的奇才有四人出关 圣院最强的几人也差不多都现身了 结功成圆满可是荒害不见踪影 我可以说他的架子很大吗 哈哈 有人大笑 那几位年轻至尊拥有完美的古种 都没有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而荒雀这么的矜持 羞羞答答的不肯出来 还真是腼腆与可爱啊 嘿嘿 有些人 冷笑 毫不掩饰的奚落与讽刺 不少人都在等着看十号出丑 都在等着看十号出丑